第四百五十集 关百泉看准机会 再用电颈棍袭击关江州 等到关江州失去抵抗能力后 他拉来椅子坐在小儿子旁边 你这人撒谎成性 我不相信你 我在这里坐一会儿 看一看毒瘾发作 是什么模样 关江州从小就怕父亲 成年以后对父亲的恐惧渐渐消散 今天两人密道相逢 他再次看到父亲凶狠的一面 小时候的记忆涌上心头 约磨半小时 关江州脸上表情开始变化了 身体扭曲得如虾米 扭了一会儿 关江州大哭 爸 爸放我出去啊 爸 爸求求你了 我去吸口 我去吸口再去戒毒所 爸 看到儿子果真有了毒瘾 关百泉悲从心来 他绝不听信儿子的狡辩 坚信儿子就是杀害徐靖的凶手 骨肉相残 这四个字就如四颗原子弹 将关百泉炸得粉身碎骨 血肉全无 关百泉 你这个老东西放开我 爸 爸 爸求求你放开我 我 我口袋里有跳脏糖 我爸你给我吃一口 给我吃一口 关百泉 关百泉 你有本事把我弄死 等出去以后 老子跟你没完 关江州伸长脖子 开始不管不顾嚎叫 关百泉变得特别清醒 小儿子在如此情况下 都不提徐靖 更让他怀疑 他用脚踢了踢 在地上扭动的小儿子 你跟我说实话 说了实话 我就放了你 你问吧 我说实话 百分之一百的实话 徐靖 是不是你杀的 关百泉 关百泉 你个老不死的 我说过不是 不是就不是 关百泉气的 又用电颈棍戳 戳了儿子的大腿 儿子这一次 没有太多反应 只是不停大骂 拼命挣扎 双手磨出血 额头壮得轻子 关百泉 硬着心肠 看着儿子的惨状 同其衣服上 吃了一块布 塞到了儿子的嘴里 免得其咬到舌头 关江州只觉得 浑身如已是 大汗淋淋 不住颤抖 爸 爸我错了 爸 爸我出去以后 出去以后 你就送我去戒毒所吧 爸 我受不了了 我真受不了了 爸 小儿子如此惨 关百泉战了起来 双手抓住墙 用头使劲撞墙 他非常痛恨眼前的逆子 可是痛恨归痛恨 刚刚失去了妻子 和未出生的孩子 不想再失去眼前这个 自己用心最多的 不成器的儿子 对于父亲来说 无论儿子再不成器 做了再多措施 都不忍心 其面临牢狱之灾 更别说 要一命抵一命 关百泉知道 以跳跳堂为筹码 肯定能问出真相 可是 儿子说出真话 又如何呢 什么事情都改变不了 他不想听到这个真相 下决心送儿子去戒毒所 然后再派儿子 到最偏僻的工地 彻底让儿子脱离毒品 下定决心以后 他想起死于非命的娇妻 以及未出生的孩子 又恨不得打死这个不成器的儿子 接到侯大利邀请以后 省刑总葛向东 立刻带着助手来到刑警老楼 这是以前的江州刑警支队老办公楼 全省最早的命案基案专案组 就放在这里 我是被经侦支队 作为问题警员 送到105专案组的 葛向东站在门口 向助手小李介绍当年的情况 他在短时间内成为公安系统 有了名气的画像师 内心变得非常强大 并不在意在徒弟面前 接自己的短 在小李眼中 葛向东稳重大气 技术高超 不管在哪里 都应该是优秀警察 他听到葛向东介绍 吃惊极了 师傅你骗我 其他任何人都可以是问题警员 你绝对不是的 我还真是问题警员 当年105专案组 就是由问题警员组成的 我很感谢大力 他虽然年轻 身上却有一种魔力 把我们这一群散沙团结起来 我能够调到省行总 成为还不错的话想是 大力在其中 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105专案组成立之前 葛向东是被边缘化的问题警察 一心扑在家族企业上 把工作当成了副业 以副业来对抗失落的主业 他在外人面前 假装对葛朗台的绰号 我们不在意 甚至经常自我调侃 实则内心深处 还是渴望获得尊重 进入105专案组以后 他的人生突然开挂 原本是鸡肋的美术技能 成为人生绝地反击的戾气 他如今是警方画像领域的后起之秀 在公安部挂上了号 到各地出差 也总会受到热情接待 接待方的热情真心真意 而非对上级来人的敷衍 小李仍然不相信师父的说法 这时王华出现在三楼走道 向下挥手 葛朗台 到朱智办公室 听到了吧 我以前的绰号就叫做葛朗台 这可不是一个好绰号 那时我在京阵支队 是绝对边缘的老油条 如果没有105专案组 我现在仍然是葛朗台 小李这才相信师父所言是真 竖起大拇指 师父了不起啊 浪子回头 这才是最有魅力的 在我的老根居地 少拍马屁 会被人嘲笑的 我去看一看旺财 葛向东带着小李 走到以前旺财的小屋 这里住的退警犬旺财 也是105专案组的一员 牺牲在一线 我们105专案组 还牺牲了一名同事 田田 大力的未婚妻 他们正准备婚礼 他牺牲得很意外 大家一点准备都没有 等我们办了事 要到江州陵园去收住香 意外牺牲 这是和平年代 警察牺牲最常见的方式 我们另外两个同事 樊沙和秦东江被撞下山坡 这也是意外发生的事情 若非运气好 也许就交代了 说话间 葛向东上楼 与王华握手后 来到朱林办公室 几人聊了一会儿 侯大力 江克阳 这才回到楼里 105专案组最初的成员是朱林 侯大力 葛向东 樊勇和田田 三年时间 第一批105专案组成员出色完成了任务 几个人随后的发展不尽相同 朱林年龄到点 正式退休 田田调到二大队 英勇牺牲 樊勇调到特警支队 目前抽调到省命案 接案专案二组 葛向东和侯大力先后调动到省行总 葛向东的绰号由葛朗台变成了葛教授 侯大力成为专案二组组长 如今 侯大力、朱林、葛向东在老楼聚在一起 让人悲伤的是永远失去了田田 看到侯大力并肩的白发 葛向东忽然间模糊了双眼 他和侯大力拥抱了一下 这次是意外 他是去寻找一次被绑架的那名少女 结果被伏击 有辆皮卡车藏在了插道 突然间撞了上来 这命悬一线 如果山坡上没有那块石头 他们的车就会被撞到山沟里 被绑架少女家人没有报案 从目击证人再到视频 显示有一名少女被拖进了面包车 比较诡异的是 到现在没有人报案 所以我用了一次两个字 如果真是绑架 时间就太紧了 事不宜迟 我们去看视频 侯大力、葛向东、江克阳上了五楼 五楼投影一上 播放出了少女被绑架者拖进车里的视频 监控与公交站有些距离 画面稍显模糊 老工人文化工南门 有天网新增的监控镜头 后来发现在绑架少女案发生的前半小时 被人破坏了线路 江州银行门外有一个监控镜头 很幸运地拍到了一段视频 距离公交车站有点远 看不清楚 视频大队已经处理了画面 这已经是最佳效果了 但是仍然很模糊 老葛能否根据这种模糊的画面 把被绑的女人头像画出来 距离太远 面目模糊 难度很高 从体型来看 这个女子应该也就十七八岁 她肯定不是突然冒出来的 一定在其他地方会留下影像 如果多有几段视频 相对就容易一些 这老葛啊 确实成专家了 视频大队全程找视频 个个都熬成了红眼病 目前呢 查到了与那个女子有关的五段视频 投影仪上播放出视频影像 那个女子装束 与绑架者几乎一样 戴着帽子和眼镜 她身材单薄 行走时总是紧贴墙角 低着头 如一只胆怯的小兽 这个少女对外界很警惕 低头行走 一直没有抬头 有时她会停下来东张西望 从画面来看 这个少女是在逃跑 你认为这个少女在逃跑 从体态和神态来看 应该是这样 监控视频多次拍到面包车的视频 可惜没有拍到三个犯罪嫌疑人的视频 这三个犯罪嫌疑人 应该一直在面包车里 沿街寻找被绑的少女 少女和三个犯罪嫌疑人打扮相近 且没有人报警 有可能是一伙的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都得先找到这个被拉进面包车的戴帽少女 侯大利大脑中的神经元在快速连接 被绑架少女与另外三人装扮相似 那就意味着少女和乘坐面包车的另外三人 大概率是团伙 遇害人手腕刻字 以此担任过面包车司机 总结起来 这个犯罪团伙有可能产生了内乱 有人被杀 有人逃走 在这种情况下 找到少女就格外重要 从模糊的视频中画出较为准确的人像 难度极大 葛向东和其助手 随即开始一针一针查看视频 眼睛盯紧屏幕 不敢有丝毫马虎 侯大利交代任务之后 没有再打扰进入工作状态的葛向东 悄悄退出房间 第四百五十一集 侯大利 江克阳 张建波 戴志和吴雪 在小会仪式集中开会 我一直在思考 这面包车选择这条路是偶然还是必然 从皮卡车伏击路线的选择来看 他们很熟悉这条线路 侯大利拉过白板 划出了一条线路 从月亮湖 往上走 这条线路是通向湖州的一条捷径 由于是山路 沿途没有监控 岔道也多 对于犯罪分子来说 这是一条相对安全的路 当年秋红兵就是通过这条路 前往的湖州抛尸 湖州是杨永福外婆的家 其舅舅 吴家永也在湖州 而面包车与杨永福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面包车 皮卡车 还有这个戴帽的犯罪嫌疑人 都有可能来自湖州 我们调查的范围要扩大到湖州 等老葛出了图乡之后 马上派人前往湖州 以被绑少女为调查重点 八三杀人案 那具手腕纹有一个中子的尸体 到现在都没有查到誓言 这个人高度疑似 面包车驾驶员 但是死亡后的面容有些变化 和生前不一定相同 我建议由葛教授 根据其面容进行重绘 尽量表现出其生前面貌 甚至给他加上帽子和墨镜 有两张相片 成功的概率又可以提高 这是好建议 大家还有没有其他建议 大家都在关注面包车 我从另一个角度 挖了挖与面包车有关的细节 那天张英给大力打电话以后 我陪着张英聊了好久 希望能够挖出当时没有提及的细节 我看过张英的笔录 他在做笔录的时候 仍然对警方有很强的抵触情绪 很多话说的语言不详 还有一点就是 他上车的时候被黑布蒙了眼睛 看到的信息很少 每个人除了视觉以外 还有听觉 触觉和嗅觉 这些感受都很重要 我希望能从触觉 嗅觉等身体的其他方面 挖出他本人都没有意识到的细节 这一次跟张英聊天 我事先做了准备 张英情绪平缓下来 也能够配合 所以挖出了不少料 有几个细节挺有意思的 张英多次说起 他被拖上车以后 只有一个人说话 说话的人是湖州口音 杨维明是江州人 根本就不是湖州口音 从这一点上来看 犯罪嫌疑人 还真的有可能来自湖州 侯大利对这个细节 记得很清楚 张英以前确实说过 车上只有一个人说话 是湖州口音 在江州工作的湖州人挺多的 所以当时没有把目光 投向湖州 张英还讲了一件 以前没有说过的事情 他被拖进面包车之后 被人脱了衣服乱摸 还有一个人在背后控制的 张英能明显感觉到 背后那人身下 一直在用力顶他的后背 还有很重的呼吸声 没有几下 他感受到后背那人 反应突然强烈起来 然后身体用力扭动 回到家以后 他检查了衣服 没有检查到经验 尽管没有检查到经验 他还是觉得很脏 很丢脸 想丢掉衣服又舍不得 所以他就把他本人 和他儿子的衣服 一起放进洗衣机里洗脑 太可惜了 若对方真是射了惊 当时是六月 衣服比较薄 还真有可能 涂在衣服的其他部位 这伙人原本露出了大破绽 居然就这样滑了过去 确实可惜啊 我们当时的注意力 都在前刚开枪这事 没有意识到 这辆面包车如此重要 那家伙性冲动以后 估计被其他人发现了 那个胡周口音的人 骂他是色鬼投胎 然后张英还听到了 打耳光的声音 我追问了一句 打耳光之后 其他人是什么反应 张英想了一会儿 说了一句 没有什么反应 我就说 有没有听到嘲笑 嘻哈声 或者争辩声 张英摇头 说是只听到了 用胡周口音骂了一句 然后就是耳光声 抱住他的那个人 很流氓 被打了耳光以后 还伸手在张英胸前 摸了几把 这是一件让张英 觉得很耻辱的事情 所以他一直没有说出来 这人确实是色鬼投胎啊 众目睽睽之下 居然有这么大的反应 守望带中字的无名尸体 从年龄来说 也就二十岁刚出头 或者说是十七八岁 也有可能 他在特殊环境下 有这种反应 值得我们审查 从张英的感觉来看 抱住他的人很年轻 冲动来得很快 而且车内有一种 很奇怪的静默 全城都只有一个 胡周的声音 其他人都只有呼吸声 没有笑声 没有骂声 也没有其他声音 你想表达什么观点 如果戴帽少女和三个 参加绑架的犯罪嫌疑人 原本就是团伙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 张英被猥亵的时候 戴帽少女也在面包车上 我总觉得 张英在面包车上的感受 很奇怪 有一种很怪异的氛围 从得到这个消息以后 我一直在苦思冥想 但还是没有想得太清楚 侯大力站起来 在白板前来回走动 你们啊 到胡周以后 请求胡周警方广泛调查 包括像这个监管场所 普通中学和志高 都要深入细致的查 在前往胡周前 吴雪 你牵头 再去找一找张英 做一份询问笔录 讨论结束以后 张建波和戴志吴雪 匆匆离开会议室 侯大力到档案室 取了八三杀人案的相片 和江克阳一起去找葛向东 葛向东在看视频时 笑眯眯的表情完全消失 神情严肃 一丝不苟 很有教授法 侯大力把八三杀人案 受害者的相片 放在桌上 这就是那个受害人 疑似面包车司机 我想让他戴上帽子和眼镜 这样才能活灵活现 这个没有技术含量 我徒弟一会儿就弄好 现在是死人脸 要给他弄得像活人一样 方便辨认 放心 简单 葛向东的徒弟 主动接过活 便在电脑旁做事 葛向东放下手中工作 和两人坐在休息区 抽烟聊天 三人从面包车 谈到了被猥亵的张英 提起周涛时 都觉得无可奈何 连连叹气 正在叹气之时 侯大力忽然想起了什么 如被孙悟空 施了定身法一样 一动不动 葛向东刚要开口说话 江克阳把食指放在嘴边 几秒钟后 侯大力犹如通电一般 恢复了行动 他站了起来 匆匆往外走 老哥 相片的事就拜托你了 有急事 我们先走 你们去办事 等办事回来 我这边应该搞得差不多了 坐上越野车 侯大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开始 慢条私里的戴手套 在戴手套的时候 说出了江克阳在等待的话 我们忽略了一个事 和周涛有关 不许有关 周涛案的要点在于经验 张英自述在车上被猥亵 有人用身体顶他的后背 应该是性冲动 陈飞飞在面包车上被脱光了衣服 身体中剪出的经验 与周涛的DNA比对成功 结合张英的说法 有没有这种可能 陈飞飞的衣服上也沾有经验 不一定是周涛的 我忽视了这一点 还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陈飞飞在7月18日被强奸 距离现在也不过一个多月 由于其随后又在马背山庄园遇害 这就让人觉得 陈飞飞被强奸是发生了很久的事情 在7月18日 陈飞飞被拖入面包车 喝了不明液体后失去知觉 醒来时赤身裸体 躺在江州河岸的芦苇丛中 他被送到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 有一组侦察员沿河搜索 陆续找到了被丢弃于河边的外套和内衣 技术大队检查了这些被丢弃的外套和内衣 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经验渗过衣服量非常少 不一定能被发现 我们去复查 如果真找到其他人的经验 那是运气 找不到也很正常 来到法医中心 接到电话的张小叔 已经在办公室等候 每次走进法医中心 侯大力看到以前属于田田的位置 就会黯然山伤 田田桌前摆设的骷髅头模型 依然坚守岗位 没有因为主人的离世而遭受离弃 侯大力将目光从骷髅头模型转开 你主人在吗 哦 在等 侯大力来到李建伟主任门前 敲了敲门 李建伟抬头见到侯大力 满脸笑容地站了起来 大力啊 过来什么事啊 与陈飞飞的事有关 陈飞飞已经火化了 我这里有试检报告 我想问一下陈飞飞被强奸一案的细节 当时是张小叔做的检查 李建伟望了一眼 坐在办公桌前的张小叔 经验确实是周涛的 张小叔取得一样专程做比对 完全合归 没有任何问题 哎 大力坐啊 别站着说话 张小叔 你也过来 作为甜甜的未婚夫 侯大力和法医室走得比较近 每次过来都会受到热情接待 李建伟和张小叔对徐静尸检结论有明显分歧 关系变得微妙起来 但是当侯大力过来谈试的时候 两人没有把这点小尴尬摆在台面上 侯大力和江克阳坐下以后 张小叔泡了茶端过来 江州毛峰在透明玻璃杯里 或尘祸福 散发着淡淡茶香 当初你在给陈飞飞做身体检查时 有没有对她的体表做检查 陈飞飞被灌了药 头昏脑胀 我没有对去做体表检查 只是按照常规的方法做了采集 为什么没有检查体表 得知张英的遭遇后 张小叔有些懊恼 我失误了 完全没有想到做彻底的体表检查 也不怪你 陈飞飞当时的状态很差 本人也没有说起这些细节 离开法医室 侯大力来到小贵医室 横鹏飞和老谭已经坐在一起抽烟 等侯大力讲完 老谭很惊讶地开口 大力啊 你的想法真是天马行空啊 七月份天热 裤子担保 今夜极有可能隔着裤子渗出来 渗出来后 多半会粘在陈飞飞的衣服上 嗯 大力啊 不要过于乐观 技术师和检查院的人 都多次检查过陈飞飞的外套和内衣 没有任何的发现 这个想法看起来很不可思议 其实符合逻辑 从张英的描述和陈飞飞的遭遇来看 这帮人是兴计客 张英在车上时间很短 都会发生这种烂事 陈飞飞在车上时间应该更长 更加暴露 我觉得极有可能出现同样的烂事 遗憾的是当时检查身体时 只检查了下身 没有对身体皮肤进行检查 幸好我们还保留了陈飞飞的外套和内衣 总得再试一试 那就死马当成活马医 如果真找到了惊艳痕迹 周涛的事情就有了转机 腾鹏飞起身 既然有了新的猜想 那必然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 第四百五十二集 刑警新楼三楼 物证师老刑坐在桌前 正在专心看江州公安制草稿 听到脚步声 他戴上眼镜 朝外望了望 这么多人过来 稀罕啊 唐鹏飞平时说话大大咧咧 在老刑面前却很是恭敬 师傅 您看书啊 这书总让我冒火 你是重案大队长 好好把稿子读一遍 你别给我扯没有时间 时间挤一挤 肯定会有的 我们这些快退休和已经退休的老同志 最重是组织对自己的评价 干了一辈子 如果在书里能用一两笔 但也值啊 中安大队还缺案子吗 要实事求是 这最重要 师傅在看什么案子 火气这么大 老刑拿笔 在稿子上画了一个大圈圈 乱写 明明就是常规刑侦主办的案子 就是那个用筷子杀人那事 就不要把功劳记在重案大队身上 重案大队破的大案够多了 不差这一件 师傅目光如炬 这个毛病挑的好 别扯什么目光如炬 都是经过手的案子 我记得清楚 大力来了 老谭也来了 是要复查哪件案子 陈飞飞被强奸的那起案子 送过来好几件衣服 此案与民警周涛有关 老刑印象非常深刻 扭头看向侯大力 又是大力发现的破绽 师傅 我们这么多人一起来 为什么你就认为是侯大力发现的破绽呢 我虽然不在一线了 脑子还没有变笨 大力如今是省厅的人 如果不是他发现破绽 你们不会和他一起来查物证 更何况大力天赋异禀 压骨头架子的DNA 皮鞋里的皮鞋都很精彩 他发现新破绽 不足为奇 大力 这次准备找什么 查看陈飞飞的衣服上 是否有经验 嗯 这得好好看看 谁过来办手续 尽管是刑警支队两位副支队 带队来对涉案物证 进行重新检查 老刑还是一丝不苟 查看了相关手续 详细登记 全程录像 除了物证事案程序录像 技术大队小杨也开始录像 勘察师小林 搬出来陈飞飞案的物证箱 此案物证相对简单 根据编号摆在桌上 强光灯打开以后 小林戴上手套和帽子 小心翼翼的拿起衣服 用放大镜 一寸一寸的检查衣服 有可能是隔着衣服 渗出来的经验 如果真能留在衣服上 印记比较浅 仔细点 别漏了 所有人的目光 集中在了小林身上 全场安静 呼吸声可闻 过了二十分钟 小林慢慢抬起头 我看到一小块污渍 污渍处稍稍发映 和普通污渍不太一样 这一块污渍 位于衣领部位 只有指甲壳大小 颜色浅 如果不是特意在衣服上 寻找精液 很难发现 侯大力 腾鹏飞 老谭等人 轮流凑在放大镜前 进行观察 诸人看完 都不说话 再检查 允许不止一处 小林继续检查 又过两分钟 这里还有一处 这一块污渍 位于衣服的肩膀处 颜色更浅 面积稍大 我希望污渍就是精液 只要查出这块精液 不止周涛的精液 案子就要反转了 侯大力对这个说法 没有表态 额头出现穿字纹路 发现污渍以后 剩下的工作 就交给DNA市张晨 现在让大家回家等待结果 会等得心交 这格朗台也从扬州过来了 应该能出图 到会议室坐一会儿 你便等DNA的结果 你便等格朗台出图 检验结果很重要 程序上一定要到位 绝对不能因为程序不对 而弄成非法证据 其实 就算真正检出了经验 在没有抓到此精液 所属的犯罪嫌疑人之前 仍然不能认为 周涛没有强奸陈飞飞 如果查出了 其他人的精液 至少说明 此案还有另外的可能性 只是存在另外的可能性 不能彻底为周涛犯案 周涛的精液 出现在陈飞飞的身体里 必须要有能摆上 台面的合理原因 当然 这是一次重要突破 对周涛极为有利 如果顺着经验 这条线捉到人 审下来 周涛才有可能真正脱困 一行人来到小会议室 坐了一会儿 葛向东走了过来 手里拿着几张图 这是恢复 手腕带中少年的图像 原图像是少年死亡以后拍摄的 表情僵硬 五官变形 葛向东根据尸体面部 以及模糊视频 做了面部像和全身像 重新处理过的人像 活灵活现 戴着帽子和眼镜 神情很酷 那个疑似被绑架少女的图像 要稍稍慢一些 最迟也就明天出来 葛向东放下图片 准备回去继续工作 老哥 问你一个事 你如今遇人无数 能不能看出这人的自受隐谋 没有明显特征 只是从五官的肌肉分布和粗细来看 这人不是重体力劳动者 老哥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有什么新发现 我看过你画的图像 总是觉得 这人的神情 与平常人有微妙区别 我做的是复原图 与真实相貌肯定有差异 微妙区别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哦 几分钟后 龚建民来到会议室 他听完复查情况后 沉默片刻 DNA试出结果 有一个过程 在这里坐着没什么意义 等到张晨把数据做出来 再过来开会吧 那好 我们先回老楼 大力 你到我办公室来 有事要谈 其他人离开后 侯大力来到龚建民办公室 龚建民给侯大力泡了茶 放在会客的茶几上 以前 侯大力作为中案一组组长 过来汇报工作 都是站在办公桌边讲事情 如今身份不一样 龚建民对待侯大力 便客客气气 侯大力坐在沙发上 端起茶杯 慢慢喝了一口 茶叶是江州毛峰 生产厂家是国营江州茶厂 质量不错 只不过口感不如侯国龙 专属茶厂出品的毛峰 江家的江州毛峰 口感更为醇厚 国营江州茶厂的略带板栗香 几句闲话后 龚建民言归正传 从案发现场的情况来看 徐静明显是被控制了 徐静是运动员出身 长期坚持锻炼 体能很好的 现场没有明显的扰动 而且楼下的两个人 没有听到异常的声音 原因有三个 第一种 凶手持有武器 以武力威胁 徐静不敢反抗 第二种 徐静可能 是被药物控制了 第三种 凶手是恰好 在徐静颠弦发作的时候 进入了现场 第三种情况的 可能性是最小的 前两种皆有可能 不管是哪一种 我们都要一一的排查 我们准备 把徐静的样本 送到公安部去 再做毒物实验 安眠药每年都有新药 新药没有收入省厅的样本 固执很正常 没有找到凶手出入的视频 写别墅门窗忙好 外墙没有攀附痕迹 凶手是熟人的可能性最大 从我们当前的调查情况来看 关江州吸毒需要用钱 是我们重点关注的目标 唉 这又是一起企业家 以及其家人被伤害的案子 我和关局对此深感忧虑啊 如果不能尽快的将凶手 缉拿归案 恐怕还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而且凶手和幕后黑手 不能画等号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将凶手 和幕后黑手一起挖出来 如今诸多线索都指向了杨永福 如果在八十年代 公安早就将杨永福控制起来 然后突审 进入新千年 社会变化很大 证据比口供重要 程序必须合法 省专案二组和江州市局 都将杨永福纳入视线 由于没有找到杨永福犯罪的直接证据 已有线索 无法形成链条 只能眼睁睁看着杨永福 在社会上窝蹦乱跳 这是一个老话题 侯大力没有多说 耐心的听龚建民讲下文 龚建民端起茶杯 喝了一大口 又将嘴中的茶叶嚼碎 胡州警方找杨永福 核实其真实身份之后 我们就有意识的控制了这个信息 那时你还不是很清楚 胡州假户口暗风波平息了之后 江州很平静 杨永福就是吴新生这消息 没有在江州传播 突然之间 这个消息就在江州出现了 而且非常的猛 传得沸沸扬扬的 几乎所有老板都知道了 是有人故意在传播这条 对杨永福不利的消息 可是为什么要传播这条消息呢 这让我很迷惑呀 也许两面人不想让杨永福继续行凶 有意让他暴露 确实有这种可能性 半个小时后 侯大力离开龚建民办公室 侯大力来到中岸一组办公室 与中岸大队的同志们打过招呼后 和江克阳一起下楼 我在想刚才你和老葛的对话 老葛在车站排出所 就是有名的神眼 觉得死者和冰长人不一样 应该是对的 或许是我的错觉 错觉具体指的是什么 张英说过 整个村里只有一个人说话 全程没有听到其他人说话 有一种奇怪的性谋 我看过老葛画出的复原相 总觉得 这个人与我多年前 在车站排出所看到的 一对龙雅人神似 那一对龙雅夫妻 习惯戴眼镜和帽子 和寻常龙雅人不一样 这两人比划首饰的时候非常少 神态很特别 他们经常来坐货车 所以我知道他们是荣雅夫妻 复原相中男子的神情 与这一对夫妻极为相似 你的这个直觉很重要 这一伙人如果真是龙雅人 肯定会在某个场合留下痕迹 DNA提取室 设置在刑警新楼副楼一楼 侯大力和江克阳乘坐电梯 下地下停车场时 经过副楼一楼 这结果没出来 让人心交啊 每次想起我们已经猜到了 有人陷害周汤 却仍然无法突破 等周涛在看守所度日如年 这心里就不好受啊 相助的DNA实验室水平 排在全省第二 只比省厅少差一些 回家睡一觉 结果就应该能出来了 此时此刻 DNA提取室 正在有条不紊的开展工作 张成和助手通过离心机 恒温混云仪 自动化提取仪等设备准备把DNA从样本细胞中释放出来 他们采取的Chalex100提取法是最常规的提取方法 主要用来提取血液 精斑和混合斑等 提取出来的DNA样本 接下来就要使用PCR 也就是聚合酶炼式反应技术 进行数万倍扩增 扩增好之后的DNA样本被送到DNA检测室 进行检测 DNA检测室是整个DNA实验室的核心 江州新购买的这台DNA检测仪 可以测出24个基因位点 而一般测出16个基因位点 就能够全面锁定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某个人 等到DNA检测室得出DNA数据后 通过计算机输出并形成鉴定报告 经过审定的鉴定报告 可以形成案件的直接证据 从提取检测到得出鉴定报告 是科学过程 不管案子多么心急火燎 也没有办法加快速度 张晨唯一能做的就是加班 连夜工作争取尽快拿出结果 8月27日早上6点 侯大力醒来以后拿起手机查看 遗憾的是没有短信 也没有未接电话 他很想给张晨打电话询问进展 调出张晨电话又放弃 再调出再放弃 最终他将打电话的想法墙压下去 到健身房锻炼 健身房里张小叔已经汗水淋漓 这么早 侯大力的目光在张小叔身体上一掠而过 赶紧回避 张小叔停了下来 拿毛巾擦了擦汗水 我要向你学习 每天坚持锻炼 送到部里的样板 什么时候能出结果 侯大力看了一眼 沙带下端 由于张小叔经常拍这个部位 沙带下端出现了明显印记 在进入公安队伍之前 张小叔身材苗条 稍显柔弱 整个人很有文艺范儿 进入公安队伍后 他时常在健身房锻炼 身材变得更加紧实 有点挺拔的感觉 与文艺范儿 渐行渐远 部里面的大项目太多 我们这个小项目只能排队了 侯大力想到江克阳提出的问题 随口询问 隆亚人有什么身体特征 说具体一些 巴塞案件中的死者如果是隆亚人 他的身体有没有异于常人的特征 异于常人的地方 就是耳朵 发生于外耳或中耳的听力损失 被称为传导性听力损失 如中耳炎 骨膜穿孔等 发生于内耳 或窝或神经病变的听力损失 称为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 混合性听力损失 是传导性和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的混合体 巴塞案件中的死者 口 鼻 双耳 有流柱状的血迹 双眼肿张淤血 面部变形 鼻骨 右旋骨 上下颌骨骨折 手处只有骨擦干 这种情况下 能不能通过检查耳朵 确定死者是不是隆亚人 头部受伤如此严重 耳朵大量出血 有可能会影响检查 我以前在山南医学院的学报 看到过一篇文章 由于发育的问题 先天性聋哑人的皮肤纹理 与寻常人不一样 文章发表在四年前的学报上 我还有些印象 具体内容记不清了 得找到当时的论文 侯大力只是随口一问 并没有指望张小叔 真的能够给出答案 谁知啊 张小叔还真的看到过 类似研究 这是一个意外惊喜 既然有这个技术 我们赶紧到山南医学院 不仅要找到论文 还要找到论文作者 请作者帮我们查看 巴斯案的尸体 我得向李主任请假 现在时间还早 李主任应该没有起床 侯大力继续留在健身房锻炼 张小叔则到楼上洗漱 到了上午八点半 张小叔这才拨通了 李建伟主任的电话 在判断徐静死因 这个关键问题上 张小叔和李建伟 产生了明显分歧 事实支持了张小叔的判断 李建伟在判断死因上 出现了严重偏差 这个偏差如果没有及时纠正 将产生重大失误 李建伟表面上云淡风轻 实则内心深受煎熬 接连几天失眠 到了上午八点半时 仍然躺在床上 半睡半醒 被电话惊醒后 他看到张小叔的号码 没有立刻接通 等手机响了一会儿 这才接通电话 有事吗 李主任 我请假 准备回山南医大 为什么要回医学院 山南医大 前身就是山南医学院 李建伟曾经在医学院进修过 所以习惯称山南医大 为医学院 得知侯大力的想法 李建伟脱口而出 龙雅人核心是听力问题 难道听力出现问题 会影响皮肤纹理 这有点悬吧 从理论上来说 先天性疾病和其他类型的疾病 会导致皮温变异 我没有研究过 只是记得有这么一篇论文 哦 是这样啊 那还是有可能的 你去吧 李建伟放下电话 又躺在床上 只觉得疲惫异常 这种疲惫 不仅仅来自身体 也来自内心深处 他素来对自己的本事颇为自得 这一次对徐静死因判断失误 险些造成重大事故 尽管没有受到责备 可是挫败感如影随形 反复撕咬着他的自尊心 刚刚接到的电话 又让他觉得自己的知识落伍了 做了一辈子法医 他还真没有听说过 看守闻可以判断是不是聋哑人 他在刹那间 生出了急流勇退之心 随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作为江州法医的负责人 轻易甩手撂挑子 不符合自己的人生理念 这几天没有给张小说好脸色 是不是我太狭隘了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 是他提出的意义 才让我避免犯了大错呀 李建伟心神不定地来到 副职队长老谭办公室 老谭精于足迹和指纹 却也没有听说 凭着手闻便可看出是否为聋哑人 高速路上 侯大力戴着手套专注开车 张小叔坐在副驾驶位置 望着往后击退的行道术 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些什么 干脆沉默起来 行驶了三分之一路程 侯大力打开音响 从音响中飘出来的 依然是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 忧伤的旋律在车内流淌 更让张小叔内心身处的伤痛 一点点聚集起来 这一段时间 他经常回想母亲离开前的生活细节 那时 父亲和母亲经常关在卧室吵架 偶尔还能听到屋内传来 砰砰的声音 那时他上年少 对砰砰的声音意味着什么 懵懵懂懂 现在回忆往事 他明白 是父母关在屋里打架 经历了秋红冰案后 他总是不由自主地回忆起 母亲失踪前夕的一点一滴 回忆不仅让其痛苦 也让其格外害怕 车行三分之二路程时 侯达力主动开口 你的进步很快 我听彪老师说些过 省厅姚昊主任多次表扬你 嗯 到了一大我们前去翻学报 找到当年发表学报的老师 如果有可能 我们要想办法邀请这位老师到江州 仅看手印 效果不一定好 毕竟没有看现场下 医学院的教授做实验发表论文 但是具体观察某一个人的手印和脚印 不一定比我们强 大力 我作为我妈的女儿 能否问一问案件的进展 这段时间你一直在忙其他的案子 估计没有多少进展 有了进展我们会通报的 希望你能理解 大力 这些年来 你除了办案就是办案 根本没有自己的生活 难道你这辈子都要这样过吗 一个案子接一个案子的 忙得团团转 我没想太多 侯大力无数次扪心自问 难道我以后不再谈恋爱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 他没有永远单身的想法 只是暂时没有找女朋友的意愿 随着与张小淑接触越来越多 他多次尝试在心里 把张小淑放在女友的位置 每次如此思考之时 内心深处的阴影就会涌出来 遮天盖地 除了往事 还有杨永福这条毒蛇 也横在他们中间 在没有彻底安全之前 他不想再谈恋爱 说了几句话后 两人又陷入沉默 越野车进入扬州 直接开到山南一大 在暑假期间 一大图书馆里仍然有很多同学 同学们安安静静读书 整个大楼几乎没有说话声 张小淑在图书馆含有人员 不断有工作人员过来打招呼 在查学报时 一名女管理员把张小淑拉到一边 小淑 听说你成为警官了 哎呦 我们学校毕业出去的 当警官的倒是很少 你的选择很奇怪 也很有劲 刘老师 我过来查学报 我知道你来查学报 你是你男朋友吧 好帅啊 他是我同事 一起过来查学报 你在我们图书馆待了好多年 就是我们图书馆的一员 有时候啊 我来到阅读区 下一世就要看看你以前经常坐的位置 仿佛你还在那里看书 一大图书馆是张小淑在大学时代最常去的地方 在无数个寂寞夜晚 他独坐于此消磨时光 台灯的柔和光线洒落在小方桌上 格外温暖 让其心情平静 今天回到旧地 张小淑在倍感亲切的同时 又清晰地赶到书里 走出校园 哪怕只有一天 那也就不再是大学生了 很难找到当年的心境 刘老师找来近年的学报核定本 放在张小淑常坐的那个位置 又端来咖啡 送给两人 你在学校人员很好啊 那些年无处可去 除了实验室 就是图书馆和排练厅 这三个地方 是我花费时间最多的地方 两人翻找学报合集 很快就在2001年10月的学报中 找到了一篇名为 先天性聋哑人守文学调查的文章 更幸运的是 张小淑通过导师 很顺利地联系到了文章作者 在绿树成荫的第三教学楼 二楼办公室 朱教授拿着学报复印件 哎哟 没想到这篇旧文还有人记起 小张是有心人啊 皮肤文理学在诊断遗传性疾病 尤其是染色体异常 引起的疾病方面又广泛应用 近年来又发现了一些 新天性疾病和其他类型的疾病 也有皮文变异 我只是没有想到啊 这项研究还能用在破案上 这有点意外 这是一具无名尸体 没有能够找到师员 我们怀疑这具无名尸体 也许是聋哑人 所以想请朱教授帮着我们判断 我以前的研究是针对新天性聋哑人 后天各种原因导致的聋哑人不在研究范围内 侦察员在办一拿案件时会穷尽所有可能性 聋哑人和正常人相比 皮文只有多项差异 说明聋哑或至少部分聋哑的发生 与先天因素有关 可能是异常物质失调 或胚胎发育时 环境因素的异常所致 聋哑人的某些皮文异常 如男性聋哑人的 公性文 脑肌文 齿肌文 低于正常人 都性文高于正常人 女性脑肌文低于正常人 而公性文高于正常人 男性的ADT角度大于正常人 封文总数和有功者也多于正常人 尽管有了这些明显差异的数值 但是可否作为聋哑诱儿早期诊断的一项参考 仍然值得在实践中进一步探讨 用来判断死者是否是聋哑人 这是谁都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们是用来寻找线索 不用做法庭证据 我得再次申明 我们研究的是概率 不针对个体 个体情况千变万化 有各种特殊情况存在的 朱教授将死者手掌的高清相片 放在电脑中 放大 然后拿起放大镜 仔细观察 随后拿起尺子 在相片上画线 反复测量 第454期 约莫40分钟 朱教授放下尺子和笔 死者的左手A杠B纹线是51.3 明显偏高 右手A杠B纹线是52 也明显偏高 死者左手的ADT角 48.3 右手的ADT角度为49.1 都比平均值偏高 死者八个手指 是斗行纹 这些数据说明了什么呀 这么说吧 死者的手掌文符合先天性龙雅人手掌文的特点 但是并不能说明死者就一定是先天性龙雅人 只能说死者极有可能是先天性龙雅人 朱教授的结论不能作为证据提交到法庭 但是其结论指出了一个方向 死者很有可能是先天性龙雅人 朱教授原来只是想要帮助警方瞧一瞧相片 等到看到相片以后 学术新大气 同意前往江州 副支队长老谭是有名的手文和足迹专家 在电话中 听说山南一大的教授居然通过手文判断死者 极有可能是先天性龙雅人 最初觉得是开玩笑 确认信息是真的后 赶紧来到殡仪馆等待朱教授 准备偷学一点绝技 朱教授来到殡仪馆查看死者手文之后 认为死者确实有可能是先天性龙雅人 老谭跟在朱教授身后 仔细询问了手文和多种疾病的关系 记下足足两页纸的要点 很多事情不过是一层纸 老谭作为手文和足迹专家 早就明白手相及人相 手作为人体最为敏感和灵巧的器官 手的形体颜色质地 都和人的健康和精神有紧密联系 只不过他从来没有想到先天性龙雅人的手文 与普通人不一样 戳破这层窗户纸 朱教授的理论就非常浅白了 市公安局根据朱教授提出的观点 以及张英的描述 组织上百名民警 排查三名 疑似龙雅人 以及一名疑似被绑女子 每名民警携带 由葛向东恢复的 一男一女两张相片 在各自责任区内进行排查 横向道边 纵向道底 不留死角 排查工作开始不久 DNA室张晨主任 带来了一个让人兴奋的消息 两块疑似金斑的痕迹 确实是金斑 分别属于两人 这两块金斑 没有与周涛的DNA比对成功 这就意味着 有三个人的金斑 留在了陈飞飞身上 这两人的金斑 留在了衣服上 周涛的金斑 则留在陈飞飞下身 小会议室里 龚建民骂了一句 这是怎么回事 现在看来 周涛确实是被陷害了 三会以后 陈阳赶紧把相关情况 向李检察长说一说 沟通一下周涛的事情 怎么处理 坐在龚建民身边的 侯大力 沉思不语 另外两块金斑出现 让强奸案的不确定性增加 周涛仍然不能彻底洗清罪名 除非找到 利用其经验的人 这是让侯大力 深感遗憾的事情 明明知道有人陷害了周涛 也找到了陷害者的指纹 还有其他人的经验 可是这些人 如人间蒸发 始终没有找到 两块金斑的一块 与无名尸体DNA比对成功 另一块金斑没有在数据库 没有比对成功 这个团伙果然内红了 那个死掉的家伙 应该是被团伙内部人杀害的 那个疑似被绑架的女人 也是他们一个团伙的 除了我们发现的这四个人 还有一个皮卡车司机 这个团伙 相继在强奸案 维系案 以及邱鸿鸣杀其案中出现 这几个案子性质完全不同 这伙人是受雇于人的 另一个人的DNA是重要线索 张晨要持续跟踪 我强调一下徐静案啊 关百权是江州名人 妻子和未出生的儿子被害 影响太坏 江州的企业家如今是人心惶惶 此案件十分恶劣 和当年丁丽遇害时的情景 极为类似 丁丽遇害之后 丁晨光搬走 侯总也搬到了扬州 还有张大树 李星奎等等 都开始出走江州 书记找我和官局谈了话了 绝对不能让这一幕再出现 疼麻子 丢掉所有的事 专心办理徐静案 凶手肯定在徐静的社会关系中 这一点毫无疑问 光说不行啊 你得把凶手找出来 吴明师案未破 陈飞飞之死还有一点 省专案二组遭撞击 官百权 妻儿遇害 这么多的事积压在一起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喘不过气来 反正我是喘不过气了 大家各做各的事情 希望早日突破 大列 你到我办公室来 众人纷纷纷起身 侯大利跟在龚建民的身后 滕鹏飞望了一眼跟在龚建民身边的年轻人 侯大利和专案二组负责两起命案基案 没有必要搅和江州市的其他案子 龚建民作为分管副局长一向精明 为什么总要叫侯大利到办公室单独交代 这绝对另有深意 唐鹏飞细细回想着这一段时间的种种安排 若有所误 心情复杂 晚七点 824案的案情分析会召开 龚建民在开会前宣布 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 省专案二组为了查找杨帆案和白玉梅案件的线索 有权参加江州市刑警支队、大队和中队的所有案件 各单位无条件配合 唐鹏飞和重案三组张国强并排坐在一起 张国强轻轻碰了碰唐鹏飞 我怎么感觉时光倒流 就和以前战纲局长宣布105专案组配真一般 然后侯大利就开始一人单挑全队 这一次我感觉又会出现以前的那一幕 往日重演 你说错了 往日肯定不会重演 以侯大利现在的影响力和身份 他只要提出反对意见 大家都会认真掂量 不会轻易反对 如果真出现无人反对的情况 那不是好事 按照江州刑警支队的案情分析会规则 第一次案情分析会 都有固定模式 发言顺序是最先到达民警 现场勘察技术人员 法医 外围排查侦察员 DNA室或者病理室技术人员 中案大队和支队领导 市局领导或者其他 这个其他如今就包括了 来自省行总的侯大利 第二次以后的案情分析会 发言顺序则是由发现新线索的侦察员进行发言 然后大家讨论分析 今天开展的824案案情分析会 并不是第一次案情分析 开始就是由李化检验室新任的命国主任 宣布最新结果 从徐静身上提取的检材 送到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后 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 检出了安眠药曲宁成分 曲宁是新药 山南省两级公安机关 物证鉴定中心的样本空中 都没有曲宁样本 所以没有检测出来 这个结果是昨天下午6点 传到江州市公安局 拿到鉴定结果以后 并离检验室 立刻根据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 给出的结论和相关样本 进行了检测 果然查出曲宁成分 得知此结果 李建伟整夜未眠 早上起床 他用冷水洗了脸 特意抹了点冬天采用的男用护脸霜 把自己弄得精神一些 这才来到会议室 在宁果宣布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结论时 他再一次感觉所有人的目光 齐刷刷朝自己看来 这些目光如锋利的柴纸刀 搁得他脸部鲜血淋漓 从理智上来说 李建伟知道自己 是在线索不齐的情况下做出的判断 当时很多人都有相似意见 不足为惯 他也不应该承担责任 但是他从内心深处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总觉得自己的判断若是被采纳 那就制造了一起冤案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 自己的判断居然不如一个新入职的女法医 这让他对自己的职业技能产生了焦虑 这是李建伟的真实感受 而实质上没有人想起法医室当时的争论 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案件本身 作案动机 社会关系 这些工作固然重要 我觉得不是此案的关键 此案的关键是凶手如何进入别墅 曲宁是国外进口新药 在国内很难买到 江州没有这种药 所以可以排除清家阿姨和花工 我们调齐了金山别墅 以及关摆权院子里的监控视频 视频大队的侦察员 以两倍速度快进视频 大家看得头昏眼花 眼药水原本一天三次 一次一两滴 这对大家来说根本不管用 现在增加到了一天六次 一次四五滴 在这种情况下 还是没有看到有外人进入院子 凶手是从什么地方进入室内的 是飞进来的 是钻地进入的 是藏在车上进来的 是有七十二变 还是有魔法 侦察员们笑了起来 笑过之后 陷入苦思 讨论一直没有达成共识 弓箭民的目光 落到了侯大利身上 大利 你怎么看啊 刚才腾治提问 凶手是飞进来的 是钻地进入的 是藏在车上进来的 是有七十二变 还是有魔法 我想回答这个问题 凶手呢 只有两种可能 一呢 是藏在汽车中进入 二是钻地进入 后一种可能进更大 钻地进入 如何实施 凶手又不是土行孙 江州比较老一点的老板 在建方时会留一手 建带有逃生通道的密室 关摆拳考建筑器家 很有可能给自己弄出密室 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一点 因为我家在高三的别墅就有密室 遇到紧急情况 可以通过密室逃生 全场安静下来 呼吸声可闻 侯大力本身就是亿万富豪的儿子 最能理解亿万富豪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 其说法有可信度 滕鹏飞瞪着侯大力 过了两三秒 再开口 张国强 你明天带人找关摆拳 问一问别墅有没有其他通道 小林 带人复看现场 查找密道或者密室 另外派一组人 调查当时进入别墅的所有车辆 再次确定车上的人数 8月28日上午 中案二组张国强找到关摆拳 徐静案发不过短短数日 关摆拳的生命力 犹如沙漠中的水汽那样 毫不留情蒸发 皮肤失去水分 突然间松弛 格外苍老 张国强是中案大队最帅的小伙子 高大挺拔 浑身上下充满活力 与关摆拳坐在一起时 反差特别明显 张国强简单介绍了案情侦办情况后 直奔目标 关总 你的别墅有密室或者逃生通道之类的设施吗 没有 房间和窗户没有撬动痕迹 凶手怎么进来了 唉 你们是专家 专家都搞不清楚 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为了弄清楚凶手是怎么进入房间的 我们现场勘察人员要复看县城 别说没人了 你们随时可以过去 我不想陪你们到那个地方 你们自己去就行了 屋里有徐静生活过的痕迹 我看着难受 你们在查找的时候 注意恢复原状 别破坏的太凶 张国强又聊了几句 让关百权在笔录上签了字 这才离开 关百权坐在沙发上 一直没有动态 等到秘书过来将三杯茶水收走 这才缓缓起身 那次在密道里逮住小儿子以后 关百权重新检查了设置在书房里的秘密开关 这是为了关家人设置的通道 越少人知道越好 家里搞清洁的阿姨不能知道 女儿和女婿不能知道 前妻不能知道 徐静也不能知道 唯有他和两个儿子才知道 因此逃生通道的密门做得格外隐蔽 只要不是掘地三尺 不在屋里大肆破坏 他相信公安发现不了这条密道 毕竟做建筑他是专业的 当前关百权最愁的是 如何给关江州擦屁股 尽管老三绝不承认做了坏事 但凭着他对老三的了解 此事肯定是他做的 徐静和未出生的孩子遇害 让关百权腾到骨头里 如果凶手不是老三 他绝对会将凶手碎尸万段 凶手是老三 关百权就没法下手了 虎毒不食死 老三再不成器 也是自己的儿子 况且人死不能复生 就算是把老三杀了赔命 徐静和肚中的孩子也活不过来 他最初的想法 是将儿子送到国外 在儿子没有吸毒的情况下 这是最佳方案 由于儿子吸毒 送到国外的方案就变得异常凶险 国内毒品管制如此之严 儿子都染上了毒瘾 到了国外 儿子即使逃过了法律制裁 绝对逃不过毒品的魔爪 留在国内 强制老三戒毒 然后将他送到远离毒品的环境 这是拯救儿子的唯一出路 徐静遇害之初 关百权希望警方能快速破案 给妻儿一个交代 现在他希望警方犯糊涂 给老三留下一条生路 绝对是侯大利那个小子 他家有好几幢别墅 多半也和我一样 又要逃生同当 侯大利贵儿子 不当富二代 偏偏当警察 真他妈的撞了鬼 关百权虽然没有反侦查经验 但作为久利社会的老板 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十分丰富 脑袋够用 迅速想通了应对警方的策略 警察就算查到了逃生通道 老子也有话说 既然是逃生通道 肯定不能轻易说出去 否则也就不叫逃生通道 从办公室走出 关百权直接回家 这是关百权和前妻 曾在一起生活过的家 休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二百四十平方米 面积够大 户型不是太好 没有办法建逃生通道 只是建了一个很小的密室 他和前妻后来搬到金山别墅 这套老房子便一直空置着 徐靖死后 关百权重新启用了这套房屋 为了帮助儿子戒毒 关百权让人改造了一个房间 将老三丢了进去 这是一间特殊的房屋 屋里所有带脚的家具 全部撤走 只放一张木床 用不锈钢防护网封好窗户 屋内无法繁琐 进出由屋外控制 每当关江州毒引发作时 守在门口的两个 恐无有力的大汉便冲进屋 将其绑在床上 无论其如何哀求 挣扎和诅咒 都不放其出来 关百权回到家 问了问头发全白的堂弟 关百宾 老三发作没有 刚刚闹腾了一次 现在还被绑在床上 情绪激动 白权 这样不行 还得送老三到戒毒所 强制戒毒后 再与以前的圈子彻底隔离 免得复兮 他现在清醒没有 行事行了 待谁骂谁 造孽了 这谁暗中下毒 真是丧尽天良 关百权推门而入 望着被牢牢绑在床上的儿子 告诫自己 不能心软 现在心软 就是害了老三 尽管他让自己心硬如铁 可是见到儿子满脸鼻涕和眼泪 头发乱七八糟 仍然内心酸楚 被绑在床上的关江州 看着父亲进来 破口大骂 关百权 快点放了我 你他妈的耳朵聋了 听到没有啊 关百权怒火上涌 恨不得拿皮带很抽眼前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 想到公安还在虎视眈眈 他强崖怒火 骂我有什么用 谁给你下毒 你去骂谁 关江州身体扭动 想要挣脱绳子的束缚 我 我不知道谁下毒 我糊涂不食子 你要把我弄死 直接拿刀来砍 满百权 你直接拿刀来砍 有种你就砍 肯定是杨勇服下毒 谁对你好 谁对你逮 你眼瞎了 我大妈眼睛不下 我妈怎么死得我心里清清楚楚 这就是徐静逼死我妈 一时夫妻拜日恩 你居然袖手旁观 徐静死了 他肚子里的杂种死了 我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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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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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如此诛心之语 关百权举起了拳头 即将打下去的时候 发现老三枕头边上 有一大团头发 是他挣扎式掉落的 这瞬间 他控制不住情绪 狠踢了床一脚 然后走出小屋 关百权在另一个房间 想起徐静 想起前妻 想起老三 一时之间 老泪纵横 气不成声 关百宾站在门前 只能跺脚 在外人眼里 关百权这种大老板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就连伸手摘星星都办得到 肯定快活无比 而这些年 他跟在关百权身边 看到了关百权 在风光后面的艰难 老三 你别这样对你爸 他做的这些事 都是为你好 你染了毒 必须要戒掉 否则这一辈子就完了 鬼儿子 放开我 你再睡一小时 过了这口劲 到时我自然会放了你 你这个老东西 等把我放开 我弄死你 一小时后 关江州被解开了绳索 他费力地从床上翻身而起 狂躁劲去除以后 沮丧到极点 低垂着头 坐在床边 关拜全境屋 关了房门 与儿子并排而坐 今天警察找了我 要搜查我们家 寻找密道 他们怎么知道有密道 警察不是笨蛋 父子相对无言 这个世上没有后悔药 以前的事情不能后悔 后悔也没有用 以你现在这种情况 最好就是出国 但是你染上毒 到国外是死路一条 在家戒毒太辛苦 原本可以到戒毒所 我怕警方利用戒毒的机会 拿捏你 你现在的毒瘾不大 就得下决心戒毒 我花大价钱 请外地的戒毒专家 到家里来 定时给你开药 等彻底戒毒以后 你到外地工程队去 别跟江州的人混在一起 彻底脱离现在的环境 警方找到密道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密道很隐蔽 这是你爸的手艺 警察找不到的可能性很高 就算找到密道 这是几年前修好的密道 与徐静遇害无关 再说 就算你进过密道 只是为了拿钱 没有做其他事情 除非警察能找到证据 从警方现在的表现来看 他们没有什么好招 如果他们以后找到了证据 那你只能从云南那边出去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这一段时间你很痛苦 别怪你爸 副支队长老谭小林 带人进入金山别墅 进行现场俯瞰 主要目的是寻找 关百权别墅里 是否有逃生暗道 侯大力带志 江克阳等人也跟随前往 副支队长老谭站在院门口 问侯大力 你家别墅真有密道啊 那个 我其实不应该问 这是机密 我家别墅是有密室 这不用慧眼 老谭经常忘记 侯大力是山南首富的儿子 听到此言 拍了拍额头 我这是被贫穷陷着了想象 大力觉得可能有逃生通道 那可能就真有啊 别墅贴着封条 关江丽不能进屋 坐在别墅外的梁亭里打电话 他看到一群公安进了院子 这才挂了电话 你们谁是带队领导啊 真是疯了 我是关家人 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密道 你们领导是不是喜欢看哈利波特 以为我家是魔法学院啊 我们是按程序进行俯瞰 希望关总配合 关江丽平时与关鹏局长 颇有来往 在私下还称呼关鹏为鹏哥 但并没有真正瞧得上 公安局中的这些小官 但是县官不如县管 黑着脸的老谭公事公办 关江丽没有理由阻挡 我没说不配合 我配合得很 你们为了破案把别墅疯了 这么毒的太阳 我只能在院子里坐着呀 谢谢支持 跟在警察身后的是社区的两名同志 其中一名认识关江丽 先是说了一些安慰的话 又到公安室真辛苦 为了破案做了好多工作 关江丽对徐静也没有太多感情 只不过家中出了凶案 终归是不幸 听说你们是要找什么逃生通道 我真不知道家里还有这种玩意儿 你们随便找 找到了 我手掌煎蛋给你们吃 我是搞刑侦技术的 很明确的说 手掌不能煎蛋 若真用手掌煎蛋 会受伤呢 算了 不跟你们乱扯了 那是侯大力吗 那是侯大力 是我们的侦察员 侯大力 你不认识我了 关姐 这是例行程序 是为了对关叔负责 你比我小好几岁 怎么头发都白了 少白头吧 关江丽知道杨帆之事 对侯大力颇有好感 不管许静为人如何 希望你们能抓住凶手 也希望你能完成心愿 谢谢 我们要先勘察卧室和书房 小林等技术人员 从卧室开始勘察 半小时 一无所获 所有人又来到书房 站在屋中间 打量书房 如果真有密道 不在卧室 那么书房的可能性最大 一般又会出现在书柜后面 一个技术人员蹲下 查看书柜 另一个技术人员 用力推动书柜 书柜丝毫不动 侯大力蹲下来观察 书柜与地面结合得很紧密 书柜板材之间不异常 小林拿起装修用的小锤 挨个敲打书柜靠墙面 没有空响声 侯大力拿过小锤 也敲打了一遍 没有发现异常之处 除非拆掉书柜 否则查不出 那就拆除书柜吧 书柜被拆除 后面墙壁贴着传统瓷砖 敲起来 没有空响 两个小时以后 小林检查完所有房间和通道 来到侯大力身边 额头沾满灰尘 脸上花一道黑一道 大力 查遍了可疑地方 没有找到逃生通道 如果允许我们挖开地板和墙面 或许能找到 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里 专二组的其他同志 也没有闲着 和技术人员一起查看了 整个别墅区 同样一无所获 官将力优雅地抽着烟 看向老谭 这位领导 现在不需要我手掌煎蛋了 没有人强迫你用手掌煎蛋 别做这话题了 侯大力 戴智 江克阳 小林等人 站在院子里 回望这座看上去 和金山别墅区其他别墅 基本一样的大房子 官将力站在别墅门口 继续优雅地抽戏烟 和一群警察对视 如果有逃生密道 必然有进口和出口 出口不能在院子里 否则就会出现在视频中 出口有可能是在金山别墅区 甚至有可能是在别墅区外 侯大力 眉头紧锁 和弓箭民老朱一样 在眉头形成川字纹 别墅区的公共区域 布置有监控视频 没有发现有可疑的人员出入 我们换一个思路 另一个出口就在别墅区外 找到出口也能解决问题 但力 你如此肯定有逃生通道 我们调取了金山别墅区的全部视频 还有官百泉别墅的全部视频 除了室内没有视频外 视频已经全部覆盖 23日和24日 共有三辆车进入官百泉家 其中一辆是官百泉的车 一辆是徐静自己开的车 还有一辆是官江山的车 23日上午 官江山的车没有进车库 在客厅和父亲谈事情以后 官江山便开车离开 随后官百泉乘车离开江州 与下属一起出差 24日 只有徐静的车开出和驶入 徐静是去医院做运检 他的反应不是太大 所以自己开车 23日和24日两天 进入别墅区的人就是 官江山 官百泉 庆家阿姨 花公和徐静 四个人都可以排除 必然有外人潜入 凶手不是哈利波特 没有魔法 要进入就得有通道 肯定有通道 我给视频大队打电话 让他们研究一下 金山别墅外围的监控视频 看看能否有所发现 我们现在就要到外围 实地看一看 主要调查是否有官家人 出现在外围 官江州是重点查找目标 内心深处 老谭已经将凶手通过逃生通道 进入官百泉别墅的选项 去除了 只不过 侯大力速来有神探之名 如今又是省厅的人 便没有与之争辩 老谭等技术人员 撤回刑警新楼 侯大力和专二二组的人 沿着金山别墅外围步行 观察周边情况 大力 你有些招谋了 这么肯定有通道 如果没有通道 还有什么方式能够进入室内啊 其他方式全都排除了 为胜通道 士兵大队 只是看了二十三日 和二十四日两天的视频 那仅仅能证明 这两天之内没有外人进入 凶手也许是在二十二号潜入室内 一直在等待机会 室内没有视频 潜藏是有可能的 如果有内鬼帮助 更容易实现 还有另一种可能性 徐静独自开吃做运检 凶手是否有可能藏在后备箱 小林勘察过后备箱 没有发现一场 我觉得大力的思路 还是有道理的 我们走一边外围 如果确实排除通道 那就调查其他的可能性 仅仅是有道理 还是不行 必须要找到密室和逃生通道 只要找到密室和逃生通道 就能证明 观摆圈说谎 五人绕着别墅区走了半圈 这半圈全是绿化 有四个监控覆盖 没有出现通道的可能性 又走了一百来米 出现了一处居民区 居民区有一个 自发形成的菜市场 侯大力停下脚步 打量菜市场 以及几状楼房 观摆圈的别墅 位于金山别墅区东面 这里恰是金山别墅区东面 如果真有逃生通道 这一处的地道相对较短 而且有菜市场和住宅 正是出口的最佳位置 这里边有五栋房子 那种长期闲置的一楼房屋 就有可能是官家逃生通道的出口 在以前的案子中 侯大力多次独排众议 找到正确的侦查方向 江克阳早就见怪不怪了 顺着侯大力的思路开口 这个简单 找来聚会的人 很快就能弄清楚 是否有控制的一楼房屋 代致张建波和吴雪 还没有完全适应侯大力 如此毫无根据的说法 吴雪终于忍不住了 大力 我怎么感觉你像是神口铁蒜呢 这是我直觉中的第一种可能性 我们现在就是要验证这个直觉 还是那句老话 如果我的直觉是对的 验证了 我们就大转 如果我的直觉是错的 我们也是小转 至少否定了一种可能性 这破案就和解数学题一样 利用有限条件 找到正确答案 有些解法会出错 这不奇怪 小菜市场附近有五状楼房 共有二十家底楼 五人走了一圈 通过观察家门口的情况 在综合电表 水表和气表的情况 锁定底楼的三家空置房屋 江克阳在一处张贴栏上 看到社区民警的电话 便直接给社区民警指电 请其核实 三家空置房屋的情况 在等待社区民警的时候 五人来到菜市场旁边 一个喧闹的茶馆 要了一壶老阴茶 慢慢喝 老阴茶味道重 若是在屋内独饮时 其味道就粗糙 大家在没有空调的屋内 找密道流了一身臭汗 此时在茶馆喝上一碗老阴茶 只觉得浑身毛孔都舒坦了 十分钟不到 一名社区民警骑着摩托 来到小菜市场 老阳 我是中安大队江克阳 你还记得吗 怎么不记得呀 有一次出现场 还是我拉的警戒线呢 我们东城所对你们中安大队 最有感情 若不是你们老千开枪这事儿 就是跳进黄河 他也写不清 你熟悉这一篇吗 我们都社群民警的 熟悉社情这是基本功啊 我们需要知道 这五壮楼房底楼的情况 这三个房间你掌握吗 老阳仔细瞧了瞧门牌号 脸上显出一丝疑惑 我知道有一家是空房 对其他两家情况 没有太深的印象 我去找楼长问一问情况 注意问话方式 找个好点的理由 别惹人注意 我们在那边喝茶 你问完了情况 也过来喝一口 换不行 论打听情况 社区民警还是有办法第一 几分钟后 老阳带着一男一女 开始转楼房 十几分钟后 老阳来到茶馆 与茶馆中喝茶的 两三个熟人打了招呼后 这才来到江克阳这一桌 他这才瞧见侯大力 有些吃惊 在江克阳试一下 坐在侯大力身边 侯大力给老阳倒了杯茶 辛苦了 有什么情况 老阳大口喝了老阴茶 详细讲解了三间空屋的情况后 特别指出 以前我还不知道 那间房屋是在关江山名下 这是我的收获 没有了解到这个情况 关江山几乎不来主 一连四季他都关着门 水电都在使用 气表是被天然气公司停用 楼长是在人口普查时才知道 这是关江山的房屋 还打过关江山的电话 关江山承认是他的房屋 只是从来没有在这里住 这几栋楼先修还是别墅先修 这几栋楼就是别墅区的拆间户 拆间户全部都集中在这里 别墅是谁修的 关老板应该参加了修建 那时候我就在附近设计当民警 遇到扯别的事还找关老板 知道一点情况 如果关百泉参加了金山别墅区的修建 那么修建逃生通道就相当容易 而且在别墅区外围有一间底楼空屋 是在关江山名下 简直就是为逃生通道准备的 老杨是很有经验的社区民警 见五个侦察员在茶馆喝茶 摸不清是什么状况 讲了情况后告辞而去 老杨刚离去 众人又将目光 齐刷刷射到侯大利脸上 那边菜市场有两个监控 谭芝回去查监控 应该很快就发现 话音刚落 老谭的电话打了过来 23日下午6点 关江州的小车出现在监控镜头之中 关江州是专二二组重点关注对象 在徐静遇害当天 骑开车出现在金山别墅区外围 虽然不知道那间空置房屋 是否有逃生通道 也不知关江州是否进入过逃生通道 他的嫌疑都直线上升 大利的脑回路与众不同 面对同样的线索 总是能捅破大家都看不透的那层窗户纸 不服不行啊 大利亚 你是怎么思考的 有人说 诸葛多指尽四腰 我现在甚有同感 关江州只是开车从菜市场前的监控经过 不能证明什么 我们还得找到更直接的证据 几分钟后 与勘察室小林同时出现的还有副支队长老谭 一辆奔驰开到茶馆前 奔驰车后面是陈阳的警用便车 这是我的房子 很多年没有住人了 我正在开董事会 让一个人送钥匙过来就行了 没有必要亲自来开门吧 这是很重要的事 必须房主过来 希望理解配合 关江山是知道此屋有暗道的三人之一 想起徐静之死 心里不禁咯噔了一下 他随即想起父亲所言 慢慢冷静下来 忘记了徐静之死 忘记了家里还有一条逃生通道 他的目光在侯大利脸上停留片刻 又与陈阳对视 陈支队 你们要检查这间房子 有没有相关文件 现在是法治社会 你们得依法办事 副支队长老谭 亲自向关江山出示了搜查证 按照江州市公安局工作要求 搜查证 得先由承办民警制作 承请搜查报告书 由办案单位领导 对承请搜查的内容进行审核 在由上级审批后 办案民警才能依程序制作搜查证 这一次搜查证流程完成得非常快 没有任何耽误 居委会的两名同志接到电话 也来到小菜市场 去了关百权别墅之后 他们在背后议论此事 都觉得警察在别墅找密道 是一个很傻的行为 又接到电话以后 两人立刻前往 主要是好奇 刑警支队到底能折腾出啥名堂 底楼房间是三室一厅结构 面积不大 客厅尤其小 小林等侦察员直接进入卧室 挨着墙壁地板敲打 寻找空心之处 与关百权别墅一样 墙壁和地板没有空想的地方 移开所有家具 也没有发现可以修密室的地方 侯大力一直在观察关江山的表情 想从其细微表情中观察到破绽 关江山进屋以后坐在沙发上 一直不停地接打电话 表情随着电话内容变化 没有理会四处敲墙和搬家具的侦察员们 老谭来到侯大力的身边 皱着眉头 大力啊 确实没有什么通道和密室 你可能错了 小屋和别墅一样 没有开空调 室内温度至少有334摄氏度 侯大力浑身大汗 衣服已经湿透 我错了吗 也许吧 侯大力拿过无血递过来的矿泉水 一口喝了下去 在徐靖案现场 凶手没有留下指纹足迹 以及生物剪裁 说明他具有一定的反侦察能力 最终暴露天机的 是手腕上胶带长国留下的痕迹 以及徐靖身体里留下的安眠药 特别是后一点显示 凶手很有可能在国外居住过 或者有渠道购买 还未进入山南的进口药 凶案现场 房门 窗 以及别墅周边痕迹 都不支持暴力进屋 凶手是和平进入房间 如何进入和离开现场 是个谜 解开这个谜 凶手就会露出水面 侯大力坚信 凶手不是神 一定会利用某些看起来复杂 其实捅破窗户纸以后 却是很简单的方法进入现场 丁立案以后 江州老板习惯在别墅内修建 密室或密道 侯大力在高森的别墅 就建有密室 密室有一道门通往屋外 如果遇到特殊事件 进入密室 能迅速逃到屋外 田田住进高森别墅以后 他还特意利用密室 和田田玩起了游戏 在场所有警察 唯有侯大力 对江州老板的密室 有直接体验和深刻认识 侯大力来到关江山的身前 管总 电话打完没有 打完了 这个小区是还产房 管总为什么有这里的房子 这不合规定啊 我不是犯人 有权保持沉默 侯大力 目光炯炯地盯着关江山 我不管这间房子的来源 但是我知道这间房子的用处 这是逃生通道的另一段 做人留一步 日后好相见 我很尊敬侯鼠的 他对我多有提携 你何必步步相逼 关江山刚刚与侯大力对视 便觉得被火灼烧一般 努力坚持 没有移开目光 一马归一马 徐靖是你爸的妻子 怀有身孕 这是关家的血脉 于公于私 我们都要抓到凶手 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 除非 另有隐情 你们随便查 我很配合 还要怎样 如果希望破案 就要提供真实信息 我们提供的就是真实信息 侯大力没有再说话 走到窗前 望着西面别墅区高高的围墙 下定了决心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别墅和这间明显 没有人居住的房间之间 有一条通道 调一台挖掘机 往下挖 关江山用奇怪的目光 瞧着侯大力 嘴唇张了两下 终究没有说话 侯大力发了话以后 江克阳便过去安排挖掘机 那位年轻人是谁啊 你是支队长 你要听他的 他是上级领导 听他一口江州话 我还以为就是我们江州的公安呢 这人长得倒是很帅 就是满脸严肃 不让人接近的 谭治 你们把院子挖开 谁来修复啊 谁挖开的谁来修复 你们放心吧 地质队有那种探测仪 可以探测地下的建筑 我马上派人过去见 比挖掘机更加快捷的 那就同时进行 地质队的探测仪 全部在野外 一时半会回不来 十来分钟 一辆挖掘机开了过来 欧大力下定了决心 让挖掘机沿着别墅和楼房的直线往下挖 挖到一米的时候 没有发现有通道 挖到两米的时候 仍然没有发现通道 大力 挖不出来 怎么办 行挖身 再扩大 如果挖不出通道 那么就是我错了 我错了也是收获 至少否定一种设想 你别愁眉苦脸了 挖开地面最大的代价就是恢复院子 这是很低的代价 我们是省专二组 其实不必冲到第一线 出出主意 才可进可退 现在我们冲到第一线 赤博上阵 赢了还好 输了很没面子 在省专二组 欧大力和江克阳是老搭档 关系最好 在欧大力面前 江克阳历来时有话就说 从不藏着掖着 欧大力明白江克阳的好意 我现在还没有到 前怕狼后怕虎的年龄 试试考虑周全 那是以后的事 现在人年轻 还有树的资本 既然我判断有通道 那就一定要正视 挖到三米时 仍然没有发现通道 挖掘机驾驶员停了下来 伸出头 还挖不挖 挖 当挖掘机出现的时候 喜欢看热闹的人便围了过来 大家虽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仍然看得开开心心 大约挖到三米五时 挖掘机停了下来 驾驶员伸出头 挖到硬东西了 不是石头 应该是水泥 欧大力嘴角微微上扬 笑容一闪即逝 江克阳和代志各自拿着铁锹 小心翼翼地划下大坑 挖去浮屠以后 一个两米宽 不知多长的水泥建筑 便出现在面前 老坛走进屋 询问仍然在打电话的关江山 关总啊 屋外地面有个建筑 应该是个通道 你知道这个建筑吗 关江山挂断电话 站起来 拍了拍被汗水打湿的屁股 什么建筑 我不知道 不知道 那就去看一看吧 看一眼吧 不管是什么鬼 反正我什么都不知道 当陈阳过来找他时 关江山找机会给父亲打了电话 关百泉接到大儿子电话 直接了当地吩咐 别管这些烂事 你什么都不知道 明白吗 我需要配合他们吗 如果不配合 他们就有另外的法子 配合吧 你什么都不知道 明白吗 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 关百泉最信任的是大儿子 关江山 已经认定其为官家产业的接班人 但他最疼爱的 其实是老三 只是老三不争气 做了许多蠢事 让人失望 打断骨头连着筋 老三再蠢 也是他的小儿子 他不希望老三 一辈子关到监狱里 来到屋外 关江山看了一眼 被挖出来的通道顶部 这是什么 我正要问你呢 这是什么 不知道 关江山摊了摊手 耸了耸肩膀 谁知道 我不知道 这只是用我的名字 买的房子 我根本没有来住过 这下面是什么鬼 我真不知道 你们家别墅 真没有一条通道 我不知道 侯大利没有再和关江山说话 和居委会的同志 合适以后 安排后续事宜 那就找建委 水务 或者市政局来看一看 如果不是他们的管道 那就破个洞 看看这到底是个什么坑道 市政局工程科 最先到达 查看后 确认不是市政部门的设施 随后是水务部门的人 否定是下水管道 再然后 是建委的人 查看了图纸 从图纸中 没有找到类似的附属设施 建委工作人员离开后 欧大利走到通道顶部 从这里破拆吧 打一个孔下去 在准备破拆的时候 小林在现场 拉起了警戒线 不让围观群众靠近 警方拉起警戒线以后 周围群众更想看稀奇 站在警戒线前 伸长了脖子 恨不得变成长颈鹿 关总啊 如果有通道 那就打开 强行破拆之后 大家面子都不好看 你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啥也不知道 破拆灯响起后 关江山被转身 逃屋里走 在门口时 他有些担心地 看了一眼 自家老房子方向 修好地道以后 关江山在多年前 来过两回 然后再也没有进入过 由于长时间 没有使用这条通道 徐静遇害后 他没有马上想起这条地道 今天警方绞尽脑汁来找这条地道 让其情形起来 猜到徐静之死或许与这条地道有关 能使用地道的就是父亲自己和弟弟 想到这里 关江山的心完全揪紧 与哥哥关江山一样 关江州得知警方发现了通道以后 一颗心如被牛魔王的巨手捏住 随时都要被捏爆 哎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白毙 这次要麻烦你了 把老三送进山里 他刚染上毒还不算人 你捆住他 强行戒毒 不要心软 只有这样老三才有救 关百全新知 警方找到通道以后 肯定会把重点目标 放在老三身上 老三有毒瘾 在审讯时如果熬不过 多办回招 只要招供 这辈子就完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他作为恨铁不成钢 又没有办法的父亲 早就策划好 让老三何时走 如何走 大哥放心 那个地方偏僻 警方找不到 我一定会让老三戒断毒瘾 再让老三 跟着杨道长练点 呼吸吐纳的功夫 等他回来以后 肯定会好好的 关江州把耳朵贴在门口 请父亲和堂叔谈话 也不知道老三 是否能够回来 你的手机 他的手机 全部扔下 不要跟我打电话 也不要跟家里打电话 让老三和以前的圈子 彻底失去联系 只有这样做 才能救他 我和他短时间内人间消失 只要自己不露脸 谁都找不到 话不多说 警方肯定监视了我们 按照上次想出的办法 赶紧走 关百兵扛着铝梯子 带着关江州 步行上楼 第四百五十八集 这幢小区的房屋 都没有直达顶楼的楼梯 设立了一个检查天井 天井装有十个插入墙壁的铁梯子 最底端的铁梯子 离地有三米高 关百兵拿起早就准备好的铝梯子 踩着铝梯子抓到嵌在墙上的铁梯 从天窗进入了顶楼 堂叔往上爬时 收走铝梯子 两幢楼的间距只有三米五 这是经过测量的准确数字 铝梯子可伸缩 拉到最长时 搭载两幢楼之间 形成一个简易通道 关江州望着铝梯子搭乘的通道 瑟瑟发抖 不敢爬过去 不爬过去 就等着警察来抓你 你如果想被警察抓 那就不爬 这个梯子结实 你别叫地面 没事 跟玩似的就过来了 关江州知道自己犯的事 咬了咬牙 还是顺着铝梯子爬过去 连爬了三次 这才从第四幢楼的天窗爬下 刚刚在另一个楼道站稳 传来一阵说话声 关百兵靠在门口 不停地在胸口画十字 索性说话声很快消失 关百兵和关江州乘坐电梯 一路顺利到达电梯口 电梯口有一辆带货柜的货车 司机穿着工作服正在抽烟 关百兵和关江州钻入货乡 跟随货车离开小区 一辆小车里坐着两位便衣 守在停车场内 监控关百全的两辆车 这辆货车离开 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在小区中庭 也有两名便衣蹲守在楼门洞 只要关家父子出入 必然会进入他们的视线 另有技术人员监控 关百全关江山和关江州的手机 关江山的手机在金山别墅外围 关百全和关江州的手机 都在小区里没有离开 货车出城 一路朝北进入八月山 货车离开城区之时 金山别墅外的通道 被钻出一个能够让人进出的大孔 侯大利 老谭 小林等人 戴好手套 鞋照等防护 顺孔而下 他们准备先查看通道里面的情况 提取了相关痕迹以后 再进入两边房屋 此时不管关家如何抵赖 都无法否认通道存在的事实 小林打开侧光灯 开始搜索足迹 通道地面是右面砖 表面平整光滑 一般情况下 技术人员会打侧光 直接照相 或者用静电吸附仪提取 老谭蹲下来 看了地面颜色 这砖的颜色太浅 照相效果差呀 要不用静电吸附仪来提取 通道长期密闭 灰身很薄 用静电吸附仪 细小特征会损失的 你先用测光观察 找到足迹 标手位置来 用透明胶带来提取 我明白了 就和提取手纹一样 侯大力有现场勘察症 其水平比起一般侦察员要高 但是树叶有专攻 论对细节和特殊情况的处理 专告技术的老谭和小林 还是技高一筹 侯大力之所以被称为神探 一方面是技术全面 综合分析能力强 另一方面是一门心思 用在破案上 心无旁骛 技术全面加专注 这是他超越同事的公开秘密 小林提取足迹之时 侯大力和老谭 站在原地打量通道 通道约有两米高 宽度也有两米 铺装有地板砖 空气新鲜 没有腐朽和沉闷感 虽然通道开了孔 而形成通风 但是空气交换速度 没有这么快 空气新鲜的原因 应该是通道里装有通风系统 管板权是金山别墅区的 承建方之一 这个通道应该是和别墅区 一起动工的 更准确来说呢 是和拆迁房一起动工修建 在施工时 他们先把地面挖出一条沟 然后修建通道 通道修好以后 回天泥土 这是一条逃生通道 也是密室 这有钱人也不容易啊 为了保命费尽心机了 如果大力和我们一样 也是普通家庭出身 肯定不会想到 关百泉会花大价钱 修条通道来 钱少也有钱少的好处 不过有人惦记 晚上也睡得着觉 丁力遇害这件事情 对江州企业家的 心理影响非常深远 只有杨国雄票楼 引发的后续事件 能和丁力遇害相比 我们在通道里 找到两个人的足迹 足迹方向 两个方向都有 又有两台强光灯 被送进通道 整个通道细节一览无余 通道中间有一个保险柜 保险柜旁边是储物箱 储物箱旁边有四把椅子 椅子旁边有 折叠起来的行军床 从通道的布置来看 关家人非常细致 考虑问题全面 我们挖开通道后 以关百泉的性格 肯定会有后手 不会轻易就范 我最担心的就是 关江州跑路 你放心 汤麻子已经布置了 相关工作 张国强负责布控呢 设备和人员到齐以后 小林开始提取足迹 他标出地面足迹的位置 将透明胶带的一端 贴在足迹一侧的地面上 再将胶带均匀压向足迹的另一端 并压实 尽量不产生气泡 取下胶带后 他把胶带固定在纸盒子里 准备带回实验室后 用透射光法照相 现场检验程序研 步骤多 接近两个小时 小林和同伴们才将整个现场 勘查完毕 小林画出了足迹图 交给老谭 通道里面显示出两个人的足迹 根据小林分析 一个是中老年人的足迹 步长短 压痕前倾后重 内倾外重 跟压面积大 有明显的擦挑的痕迹 初步可以判断 在五十岁以上 另外一个人的足迹 步子长 步脚中等 步宽中等 不到三十岁 根据平面足迹算法 和立体足迹算法来看 老年人 约有一米六五 年轻人 约为一米七五 从年龄和身高来看 老年人符合 关板权的各方面情况 年轻人符合 关江州的情况 在拆前房这边 还有一大块 可疑的痕迹 从痕迹来分析 应该是有人躺在地上 反复摩擦形成的 在靠近菜市场方向的通道门前 有一块明显的摩擦痕迹 摩擦痕迹中有一小块液体痕迹 里面还沾了三根短发 通道里的光线不够强 肉眼很难发现 我用了强光 又蹲在地面上仔细找 这才发现了这三根短发 和疑似唾液的液体痕迹 找到这两样生物剪裁 加上足迹 是谁在通道里来回走动 就一目了然了 再加上关江州 曾经在案发前 开车经过了菜市场 关江州的犯罪嫌疑 就如秃子头上的头发 明摆着 理论是如此 我们还是查了最关键的证据 杀人的证据 徐静遇害当天 关百全在外地 这个已经证明 他没有作案的时间 现在所有的证据 只能证明关江州 来过这条通道 并不能证明他杀人 而且 关百全进入通道 是什么时间 现在还弄不清楚 仍有一点 有了这些线索 在以前 基本上就能行事拘留了 关江州这种 成天吃喝玩乐的公子哥 细皮嫩肉 从小就没吃过苦 只要抓紧来图审 都不用动手 绝对招供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年代不同 要求完全不一样 通知关百全过来 我们要从通道 进入关百全别墅了 请谈之让周向阳提前过来 这一次的预审 又要肯硬骨头了 大力考虑得周到 关江州不怎么样 但是关百全是老狐狸 搞不好 还得打上硬仗 让周铁牙提前介入 提前制定出预审的方案 关江州是重点人物 又看见了 别让他溜了 这个放心 腾麻子负责此事 有专人在外卫监控 这还上了技术手段 关百全和关江州 都在家里 没有外出 随时都可以受网 我马上给腾麻子打电话 让人把关百全 带到别墅里来 老谭年龄比侯大力要大 资历比侯大力要深 但由于侯大力在105专案组 以及重案大队工作时的出色表现 以及现在的身份 老谭很自然地 接受了侯大力的工作要求 丝毫没有心理障碍 电话响起时 腾腾飞还以为是杜所长 又打电话 发起牢骚 现在的人都开始讨价还价 我们那个时候 另行禁止 有什么困难都自己克服 近些日子 江州接连出现三起凶杀案 他刚刚全面负责刑侦案件 被胆压力 三起案件 一起是刚刚查出 是龙亚人的无名尸体 虽然查到了死者是龙亚人 可是仍然没有找到尸员 这个死者 仿佛是孙猴子 凭空出现 为了寻找这伙龙亚人 江州警方出动了近两百民警 携带了相片 拉网式排查 谁知还是一无所获 一名派出所所长 打电话给腾鹏飞 表示所里事太多 要撤点人手 腾鹏飞婉言拒绝后 所长在电话里冒了火 腾鹏飞和这位所长是同学 好说歹说 这才安抚住老同学 一起是陈飞飞遇害案 所有线索都指向了李小枫 可是李小枫坚决不承认自己杀人 一直强调自己认识陈飞飞不久 根本没有杀人动机 虽然如今重症举轻口供 可是腾鹏飞也觉得 李小枫确实没有杀害陈飞飞的动机 心里不踏实 李小枫喜欢玩 这在圈子里出了名 可是李小枫玩归玩 还没有伤害他人的先例 另一起案件 则是徐靖遇害案 省专二组侯大力紧盯此案 有伸手过长的问题 让他隐隐不快 不快归不快 有侯大力盯着案子 他还是很放心 便将注意力 集中到了前两期案件上 接过电话 不是老同学 而是前往别墅区的老谈 得知找到了逃生通道 腾鹏飞输了口气 哎呀 这个侯大力 脑袋瓜子鬼得很 那我通知张国强 让他的人带贯卖权 前往别墅 不用强制 这是为了侦破 贯卖权妻子遇害的案件 他没有理由拒绝 等到生物检材检测以后 就算没有其他线索 也要做好突审的准备 大力考虑得很周到 建议周铁牙 提前输协案件 负责地面监控的 是重案大队三组侦察员 吴志刚和蒋超 接到指令以后 两人上楼 敲开了关柏权的房门 关柏权这一段时间 无心工作 整个人的精气神 随着徐静遇害 而迅速被抽空 案发前 他还是意气风发的企业家 案发后 他将企业交给大儿子掌管 变成了一位抱惊人生 伤痛的小老头 胡志刚简要说明来意 走吧 关柏权咳嗽了几声 走到卧室门口 老三 我出去一趟 你出去就出去 关我什么事啊 胡志刚走到门口 朝里面望了一眼 室内一切正常 关江州坐在桌前玩电脑 电脑屏幕上是游戏画面 关败全跟着胡志刚下楼 胡警官 你有小孩吗 有啊 还小呢 这两天你都在楼下 今天特地上来 就是想要看 我们爷儿俩是不是在家里 你别否认 这是你的任务 我都知道 不怪你 你要对自己的小孩严加管教 管子如沙子啊 现在这个老三 不成样子 你刚才听到了 队长辈就这样说话 胡志刚的任务 是看住这一对父子 只要父子俩不离开 任务就算完成 他有些同情 眼前这位鼎鼎有名的大老板 走吧 希望能抓住 杀害你夫人的凶手 胡志刚亲自驾驶 送关百泉来到别墅外的小菜市场 下了车 关百泉看到被挖开的通道 一阵苦笑 老谭指着被挖开的通道 忍住怒气 关总 这是什么 关百泉整个脸皮都皱到一起 如核桃壳一般 他站在挖掘棋前 看了一会儿 谭指 我当然知道这是什么 我们在别墅找通道和密室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说 这是我们家用来逃命的 怎么能够轻易说出来 如果能够轻易说出来 那就不是逃命通道了 这条通道和我夫人的案子 有什么关系 老谭是搞技术出身 并不擅长审讯 侯大力主动上前一步 接过关百泉的话 关总 围观的人多 我们不在这里谈了 先回别墅 你从里面将通道打开 你们大动干戈 好多人都知道我家有通道 以后只能关掉 看到侯大力 关百泉脸上的表情 如生吃黄连一样 在他心中 侯大力应该站在自己这一边 如今侯大力不回家继承家业 莫名其妙地来当警察 这简直就是对自己阶层的叛变 勘察人员在地道里 找到了生物剪裁 这是询问的底牌 侯大力藏着这个底牌 带着关百泉回到别墅去 走到卧室门口 关百泉停下脚步 我不想进去 这个卧室让我想到徐静 难受得很 打开通道 关总就可以暂时离开卧室 在打开前 你先讲一讲通道的入口 以及如何打开 还有一点 你指明入口以后 现在由现场勘察人员检查 侯大力从内心深处 也同情关百泉 可是同情归同情 办案时必须将所有情绪收敛在内心 书桌下面有一个开关 被木条盖住的 这是传统的损某技术做的 你们看得出来才有柜 一开木条 按动开关 书柜内壁就会打开 你们乱整 把整个书柜都拆了 后面墙上有半壁瓷砖 也有一个开关 开关就在墙上 瓷砖上有画 画上的鼻子按下去 就会出现门洞 里面有周城 说了你也不明白 别不动装动 官百泉在其他公安面前都很配合 唯独看到侯大力就气愤 总是想要冷笑 说几句讽刺的话 老谭在屋外 低声询问胡志刚 关江州还在家吗 在家里 我们每天都有人找借口进屋 关江州一直在家 这和花花公子 在家里待得住 我去看过 他在打游戏 玉省高手周向阳 出现在院子里 他没有急上门 而是在院子里转了一圈 又查看了底楼的布置 这才慢悠悠上楼 他来到书房 看着已经打开的通道 开始逐渐描绘 官百泉的性格 官百泉从小加贫 从建筑小工作起 能吃苦 忍耐力强 能缺能深 人是极为的聪明 学习能力强 学东西快 从初中生成为建筑行业的专家 经营企业的风格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考虑周到 作风细致 正因为看三步走一步 这些年扩张的不够 比起侯国龙丁陈光等人 差了很大一劫 得知要面对 官百泉和官江州父子 周向阳立刻开始做功课 来到金山别墅大门 就收到了一条 介绍官百泉的短信 周向阳伸头朝通道 看了眼 见侯大力站在通道中间 不紧不慢地走过去 大力 看什么呢 这条通道里面有水和食物 甚至还有被子和折叠床 通风做得不错 没有沉闷感 在这个通道里 生活不成问题 不洗澡可以啊 臭就臭点 生活在通道里 那十三六怎么办 跟我来 侯大力带着周向阳 来到通道中间的另一道门 这道门和通道颜色相似 浑然一体 打开门 里面设有一个卫生间 有供水排水系统 还有一个便携式开水器 卫生间里 还建有一个储藏室 里面有大衣 还有五箱密封状态的压缩饼干 五大瓶维生素 十箱水 这水放了有一年的时间 压缩饼干还有半年就过期 在紧急状态下 过期的压缩饼干也能救命 这人呢 考虑得真超前 周向阳回头看了一眼通道 见关百权没有跟上来 关百权有小聪明 没有大智慧 如果真是智慧人士 家庭不可能搞成这个样子 九瓶之后抱负 他们对后代培养上 有明显的缺失 头从不一样 培养出了大力 这才是人生大幸福 按照公局的想法 由我们两人询问 关百权和关江州 关百权为人聪明 对我们前期的侦查情况 也有一些了解 应该能够猜到 我们没有能够证明 凶手的直接证据 有证据早就抓人了 父子俩的薄弱点 在关江州 他爸是从工地上 出来的劳动人民 关江州是从小在密罐里 泡大的公子哥 心理脆弱 这是我们的图不高 大力调到省厅 还参加市局的案子 足见官局和工局 对大力的器重 从另一个层面看 市局的预审人才缺乏呀 侯大力作为省刑总侦查员 之所以愿意参加市局的预审 是因为有一个 挖两面人和幕后黑手的任务 这是高度机密的事情 侯大力没有点透 随口敷衍了几句 侯大力周向阳和关百权 一行前往刑警新楼 进入一楼询问室 为了缓和气氛 三人落座后喝茶抽烟 正进入正题时 侯大力接到张国强来电 刚才我们的人到关百权家 准备把关江州带回了询问 结果关江州不在家 你为什么给我打电话 这是重大事物 让关江州跑了 肯定要处理人 我是组长 是我安排的监控 处理人 我认 腾治在买人 让我赶紧给你报告 什么时候跑的 不知道 跟谁跑的 不知道 胡志刚在今天 经过关百权家 在卧室里看到了关江州 关百权临走时 还特意到卧室 说了几句话 关百权老奸举话 实在设计骗我们 我们调出监控 发现今天 大药大外走出楼的 是关百权的侄儿 也就是关江州的堂兄 两人年纪相近 身材和相貌相似 关百权骗了我们 我负责全面监控 肯定要成了责任 暂时别谈责任 马上找人 关江州嫌疑极大 绝对不能让他逃掉 通话之后 侯大力想起 凶手在眼皮子底下逃离 情绪有些烦乱 在心里骂了几句以后 重新稳定情绪 这才走进询问室 他走进询问室后 脸上又出现笑意 周向阳很熟悉侯大力 见他进门时 脸上挂着寒霜 猜到有不利的消息传过来 他和侯大力对视一眼 侯大力没说 他也就没问 周向阳酝酿了情绪 正想要开口 小林出现在了门口 周向阳出门后 小林拿了一幅足迹图 这是我们加紧做的足迹图 不算精致 但是基本准确 这幅图很有意思 谭芝说 你们用得着 这是吉时宇 关白权狡猾不好对付 有了足迹图 好得有点实料 回到询问室 周向阳当着关白权的面 将足迹图递给了侯大力 我陪关总合成 你先看一看这份材料 侯大力看完了这份材料以后 拿了一张纸 写了关江州不知何时离开之事 两人当着关白权的面 交流信息 关白权明知他们在对付自己 又不知道他们掌握了什么情况 暗生忐忑 这俩人鬼鬼祟祟 就是跟我打心理着 虚无很逗 你们还嫩了点 侯大力和周向阳交换完信息 开始询问 关总 徐静遇害这件事 全局上下都高度重视 我们抽掉了精兵强将 还得到省官厅的支持 我相信法网挥挥疏而不漏 不管凶手如何的狡猾 肯定是难逃法网 凶手极为的恶毒 杀害了你夫人 而你夫人怀有身孕 亦是两命性质恶劣 不管凶手是什么人 都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任何人想要包庇凶手 都会受到严惩 谢谢 从金山别墅 五号别墅 到清秀园二栋 一单元二号之间 有一条通道 是你修的吗 是我修的 关总当年为什么要修这条通道 当年在动签之前 我中标了清秀园 拆迁办经费紧张 又要完成任务 简直就是空手套白狼 他们没有钱 就把底楼三套房递给了我 在修建别墅时 清秀园这边还很偏僻 拆迁办按照市中心城区价格 递给我的 明着欺负人 后来我处理了两套 留了一套 亏了一大劲 金山别墅 有金总中标 我从他手里 拿了一套别墅自己修 这是百年基业 所以修得特别扎实 在修建的时候 我考虑到安全问题 在别墅和拆迁房之间 修了一条通道 丁春光的女儿在家遇害 我每次想起这件事 就怕得很 关百权倒是老实交代了 这些确切的东西 可剩下的东西 他会如何解释呢 第四百六十集 询问室里 针对关百权的询问 还在继续 哪些人知道你家里 有这条通道 以前的家人都知道 我妻子和两个儿子 妻子 知道的是谁 我说明了是以前的家人 妻子是儿子的妈妈 徐静 是否知道这条通道 这些年 江州的社会环境明显好转 我就没有跟他说 这条通道的事情 免得他担心 关江丽 关江丽是否知道这条通道 关江丽要嫁人的 他也不知道这条通道 那知道这条通道的人就是你 关江山和关江州 就我们仨人知道 在徐静遇害之前 有谁 进过这条通道 这是我们的逃生通道 里面简陋的很 平时只有我进入 我有轻微的抑郁症 有时会犯毛病 喜欢独自待在通道里 自己一个人独处 心情就会轻松一些 除了你之外 还有谁 进入过这条通道 那我真不知道 我们最初勘察时 学问你是否知道 有通道 一口否认 对不对 这本来就是我们 全家最大的秘密 当然不愿意说出来 你们查到了 就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我再问一遍 除了你之外 在徐静遇害前 还有谁进入过通道 我不知道 你要再说谎吧 我们从通道里 提取到很多的脚印 脚印是两个人留下来的 现在给你看一看 脚印的相片 足迹相片摆出来以后 关拜全依然是 有气无力的模样 神情上没有什么变化 总就是百民一输 离开时没有拖地 关拜全发现儿子 进入通道后 他意识到妻子被谁所害 一方是怀孕的妻子 另一方是儿子 这让他受到了 极大的精神折磨 有些恍惚 还真是忘记拖地 消除足迹 而且通道是地板砖 他确实没有留意到 地板砖上会留有足迹 这是谁的脚印 你认不出来吗 谁会这么无聊 专门研究脚印 经过我们对比警察 标好一的脚印 就是江州牌皮鞋留下来 这江州牌皮鞋的花纹 和标好一的脚印 完全的相符 四处磨损和一处划痕 完全对得上 这双江州牌皮鞋是你的吧 你别否认 我们已经在申请搜查证了 在铁的事实面前 官百权没有抵赖 这是我的鞋 我说过 以前经常独自进通道 近期 你切过几次通道 这一段时间事情多 进去的少 许经与害以后 我心情不好 进去过两次 在小林送来的足迹图中 很清晰地显示 官百权留在通道里的脚印 都是由一双鞋留下来的 官江州的脚印 是由两双鞋留下来的 官江州有一双皮鞋的鞋印上 重叠了不少官百权的脚印 官江州这一双皮鞋的鞋印 一次都没有踩在 官百权的脚印上 这就意味着 官江州进入通道之后 官百权再进入 两人时间有先后 所以才会出现 官百权的脚印 叠在官江州脚印之上 官江州第二次进入通道后 换了一双皮鞋 这一次 官江州和官百权的脚印 互相重叠 说明 他们是同一时间都在通道里 由于通道灰尘不够多 灰尘只是通过通风口进入 所以两次出现的鞋印 没有明显区别 官百权如实回答 是两次进入 没有说谎 你是否知道还有其他人进入 我都是独自进入通道 不知道还有谁进去过 警方调得出自己的脚印 老三的脚印肯定遮掩不了 但在警方没有拿出确切证据之前 官百权不会承认自己在通道逮住儿子的事情 你真的不知道吗 真不知道 在通道里除了发现你的脚印外 还发现了另外一人的脚印 是谁进入 关江山还是关江州 我真不知道 8月24日中午1点左右 你在哪 8月24日上午 我得知徐静水遇害 真是晴天霹雳 心里乱得很 头昏脑胀 记忆力下降 什么事都记不起了 我做一个友情提醒 8月24日中午 关江州到了清秀园小菜市场 关江州来到小菜市场 和我有什么关系 关百权见警方步步逼近真相 想起不争气的老三 憋屈又恼火 口气硬了起来 关总 你也是有身份的人 别揣着明白装糊涂 如果我们没有拿到证据 也不会让你到刑警之队 接受询问 既然你们有证据 那就干干脆脆拿出来 直接给我定罪 何必兜圈子 我们先读一个 与包庇罪有关的法律概念 包庇罪是指 明知是犯罪分子 而向司法机关 做虚假证明 为其掩盖罪行 或者帮助其隐秘 毁灭罪证 隐秘罪迹 使其逃避法律制裁的行为 情绩轻微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绩重的 三年到十年 有期徒刑 关总 听得明白吗 关总白手起下 辛辛苦苦 创下一片基业 花费了一生心血 如果你不与犯罪分子切割 那就真有牢业之灾 出狱以后 你的身份变了 不再是企业家 不再是政协委员 不再是政府的座上宾 你就是随时要向派出所 报备的两牢释放人员 前半生心血 毁于一难 这是不能马虎的大事 你要考虑清楚 我没有包笔水 还是那句话 你们有证据 那就拿出来 关百权如今是省政协委员 江州市政协常委 与江州市各界保持着良好关系 如果真的因为老三的事情 进了监狱 企业可以交给老大打理 他的清白就算彻底完蛋 正如侯大力所言 前半生心血毁了一大半 但是老三是自己的儿子 他无论如何 也不想老三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更何况 老三犯下的罪是一尸两命 很有可能吃枪子 徐靖和未出生的孩子已经死了 人死不能复生 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情 他不想眼睁睁看着老三吃枪子 周向阳见关百权神情有点恍惚 继续压迫 证据非常清楚 关总先列也明白 何必火脚蛮沉 我估计你不了解现代行侦技术 那个进入通道的人躺倒在地上 掉落了多少头发 吐了多少口水 这些都是DNA证据 跑不掉的 我们可以把时间精确到8月24日 中午1点左右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挂在墙上的电视 很诡异的被打开 里面是通道的视频 强光灯下 通道中的脚印显露无遗 在靠近清秀园内道门的通道地面上 有大片的擦拭痕痕迹 关拜全低着头 躺吞吐了一口气 慢慢抬起头 进入通道的 是老三关江州 这个败家字 不学无数 花钱如流水 我在通道里有一个保险箱 箱里有钱 关江州到通道就是要从保险箱里取钱 你们既然能拿到足迹 肯定也能从保险柜上拿到指纹 现场勘察技术人员 确实从保险柜上提取到了 关拜全和关江州的指纹 在这一点上 关拜全没有说谎 关江州进入通道是为了取钱 为了让关江州自食其力 我在这些年绞尽脑汁 我控制了关江州的零化钱 让他身上没有太多钱 他消费高 钱少一休短 就动了保险箱的主意 保险箱的钱是为了应急 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才能动用的钱 他拿走了一万 被我发现 我在通道里等他 一方面 我是想要独自静一静 另一方面 是要阻止他继续拿钱 凶杀案现场 没有找到与关江州有关的线索 关拜全的说法 从逻辑上是成立的 关拜全老奸巨华 步步为营 将漏洞堵得死死的 具有重大作案嫌疑的关江州 居然还有可能从网中逃脱 侯大力不禁在心中 恶狠狠骂了一句 周向阳点燃一支烟 慢慢抽 不动声色的看着关拜全 关江州在什么地方 我出来的时候在家里 我们的人到你家里去找了关江州 除了家里的爱以外 没有其他人 关江州到哪里去了 他妈的 这个小兔崽子又跑哪里去了 我这一段时间没有到公司 就是要看住他 你们还有什么话要问 赶紧我得回去找儿子 尽管找到了通道 在通道里还发现了 关拜全和关江州的痕迹 但是现在的发现只能证明 关江州进入过通道 而无法证明 关江州杀害了徐靖 关拜全的讲述能够自圆其说 除非找到另外的过硬证据 才能戳破他的说法 关拜全离开后 侯大力和周向阳相对无言 各自狠抽香烟 几口之后 香烟便少了一大截 抽完一支烟 周向阳这才开口 关江州绝对不是今天跑的 应该早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跑掉了 关北全这个老狐狸 为了保护儿子也是拼了 如果事情败露 他也得吃冷饭 半辈子辛苦就白费了 侯大力在监控室来回走动 越走越快 周向阳手机响了起来 通话之后 看向侯大力 关北全的堂直 关磊被带了过来 张国强和高博要问他 关北全的堂直 关磊和关江州年龄相仿 发型接近 坐在椅子上 双腿岔开 悠然自得 张国强望着关磊 眼睛冒火 恨不得拽着关磊的衣服 狠狠打他一顿 高波在桌下 轻轻碰了碰他的腿 示意其冷静 两位警官 我很配合了 有什么话就问 我很忙的 别耽误赚钱啊 我估计你将来很长时间内 没有赚钱的机会了 与关百全相比 关磊非常嚣张 下巴微扬 警官 别吓我 我不是吓大 不吃你这一套 现在是法治社会 你们不能乱来了 有什么话就问啊 我真忙 关磊 你别在这里得意 以后有你哭的时候 你这是威胁我 态度好一点啊 否则我会投诉你 小关总 你别激动 你是什么时候 离开关卖全家里的 你们莫名其妙叫我过来 我到我叔家里 犯哪条枉法了 你这段时间 都在关卖全家里吗 拜托你 动一动脑子 我自己有家 为什么住我叔家里啊 我一小时前到我叔家 阿姨说我叔被你们带走了 我这刚刚离开我叔家 就被你们带过来了 莫名其妙 一道关卖全家的具体时间是 你没有准确时间 我跟你们说啊 我开车进入我叔小区车库 距离现在 已经有一小时二十七分钟了 你是开车进去的 我不开车 难道我会飞吗 我开车进车库 然后上楼 没找到我叔 然后离开 如果不信我说的 你们可以叫监控啊 关磊态度嚣张 众人一时间 倒也真拿他没办法 监控室里 侯大力看着问寻室的情况 沉思了片刻 胡志刚在关满泉家中 见到的是谁啊 是关江州 还是这个关磊 这关磊很有表演欲望 演了一位娇横的少爷 周向阳一只手插腰 另一只手拖着下巴 这一切都是经过设计的 总导演就是关百拳 关磊应该扮演了关江州 吸引了胡志刚的视线 真的关江州 早就逃之夭夭 来大力 你觉得 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在哪 这关百拳啊 已经给我们指出了重点 重点就是不见踪影的 关江州 张国强负责监控 这一次要被骂惨咯 日子不好过呀 我仅仅是不好过呀 张国强原本很希望进一步的 如今犯了这等低等错误 会影响其进步 真不应该 行侦体系就是这样 一层层大浪逃杀 能留在最后是真不容易 有的年轻人 原本前程远大 火人间犯了一个大错 犯了大错 一步慢步步慢 再想起来 就难上加难 关磊离开以后 侯大力和周向阳 准备和腾腾飞见面 刚走到五楼 他们听到支队长办公室 传来骂声 这么重要的人 居然就在眼皮子底下跑了 你们是吃干饭的吗 张国强 你来谈一谈你们的安排 中案大队二组 派了多组人监控关江州 却让关江州逃跑 在鹰沟里翻了船 我当时就说将关江州控制住 你又不同意 你是老侦察员了 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我让你们去监控关江州 只是怀疑他设案 根本没有证据 一毛钱的证据都没有 关百权是重要的企业家 妻子刚刚遇害 怀疑他儿子作案 一定得慎重 明白吗 我们24小时监控 每班两组 四个民警 三班倒 我不管你们放了多少人 关江州跑了 这是事实 更滑稽的是 你们居然不知道 是什么时候跑的 不知道从哪里跑的 胡志刚也是老侦察员了 还到关家去过一次 成了睁眼瞎 真是丢脸 陈阳火气不减 越说越气 站起来 用手指着张国强的鼻子 张国强退后一步 胡大力发现通道时 关江州应该已经跑了 陈阳转回到办公桌边 用力拍桌子 胡大力调到省刑总以后 就不是江州刑警支队的人了 为什么是由胡大力发现通道 我们的人没有发现 我们的人是吃干饭的吗 你 别找借口 犯了错就犯了错 下一步怎么办 你说 我们查过监控 一个多小时前 关磊的车开进了车库 司机戴着帽子和墨镜 穿的衣服和关磊一样 身材也接近 司机是不是关磊 由于没有看清楚面部 无法确认 如果关磊是在关百泉离开后 来到关家 那么胡志刚在关家看到的人 就是关江州 如果是另外的人扮演关磊 开着关磊的车来到关家 那么胡志刚在关家看到的人 就是关磊 陈阳望着和自己相处多年的年轻战友 怒不可遏 你别绕来绕去的 说简单点 我都被你绕晕了 我认为 关磊是关百泉选来的木偶 用来代替关江州 演戏给我们看 今天疑似关磊的人 开着关磊的车 来到关百泉家 是部下迷阵 让我们以为关江州今天才离开 陈阳夺了几步 控制住情绪 慢慢坐回椅子 如果关磊一直冒充关江州 那么关磊肯定就不会在其他场合出现 这比较好调查 我和胡志刚研究过 如果关江州离开 最有可能是跟着其唐叔 关百宾一起离开 关百宾是关百泉的助手 长期跟在其身边 胡志刚至少有两三天 没有看到关百宾在小区出现 所以我怀疑 关百宾消失的时间 也就是关江州消失的时间 陈阳靠在椅子上 点了支烟 又丢了一支给张国强 记者跟我说 关百宾的电话还在自己家里 关江州的电话在关百泉家里 这很能说明问题 关百宾和关江州一起跑的 关百宾充当监护人的角色 你们去找一找关百宾的家人 套出点线索 关百全心思细致 设计出来的方案复杂 方案越复杂 就必然会有无法盖住的破绽 你 把关磊和关百宾 所在小区的视频 全部调出来 狠劲差 我不希望又是侯大力取得突破 虽然后侯大力 也是江州出去的人 胆的现在毕竟是省刑总的人 从支队长办公室出来以后 张国强又到腾鹏飞办公室 准备商量下一步的细节 敲门而入 张国强原本以为 腾鹏飞也和支队长一样 恼羞成怒 谁知腾鹏飞一脸平静 脸带笑意 在腾鹏飞办公桌对面 坐着神探侯大力和他的搭档江克阳 张国强不想在侯大力面前谈事 腾致有事 我等会过来 别走 神探又不是外人 关江州跑得没影了 别哭丧着脸 事情没有那么糟糕 如果关百拳和关江州咬定 只是在通道里过家家 我们是狗咬乌龟 找不到地方下嘴 如今关江州跑了 侦查方向就很明确了 明确倒是明确了 可是黄大森跑了大半年 我们没有抓到 关江州以什么方式跑的 跑到哪里 还在不在江州 压根没有线索 没有线索难道不追吗 我们必须尽全力去追 这样才能弥补失误 失误已经造成 只能尽量弥补 我说一个好消息 追到了面包车那伙人的行踪 确实是龙雅人 众案大队和专二二组 注意力集中到徐静案之时 查找龙雅人团伙的行动 仍然在进行 由于决心大 动用警力多 功夫不负有心人 线索终于在今天浮出水面 在一小时前 两名派出索民警 来到偏僻郊区 一处小饭店 点了两个菜 顺手将相片 交给小饭店服务员 小饭店服务员看了一眼 我见过他们 民警拉网排查多日 已经疲惫 地相片只是例行公事 谁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顿时来了精神 你见过其中一个 还是几个 汉堡店里来吃过两次饭 四个人 一个女的三个男的 不超过二十岁 他们是聋哑人 两次进店吧 都没有说话 对着菜单 比比画画的 四个人吃了八十多块钱 在上面包车时 他们还是互相比划 小饭店位于老乡厂 这个乡厂曾经是乡政府所在地 1992年撤区病厢建镇以后 乡政府撤销 老乡厂的发展便停滞下来 阳江高速修通以后 过往车辆锐建 老乡厂更加萧条 几乎没有外来人口 若不是市局下达了不留死角的严令 这一组民警不会到此乡厂 也正是因为老乡厂外来人口少 服务员才对三男一女的印象深刻 简术经过后 横棚飞竖起三根手指 小饭店服务员提供的线索 证实了三件事 第一 被拉上车的女子 与三个戴帽男子互相认识 属于面包车内人员中的一员 第二 这四人极有可能都是聋哑人 第三 江州残疾人联合会 以及市特殊学校 都没有见过这四人 这说明四人来自外地 从面包车逃跑的方向来看 这四人极有可能来自湖州 又是湖州 确实 又是湖州 张国强的心思 没有在四个疑似聋哑的人身上 哭丧着脸 童老大 聋哑人不是耽误之急 耽误之急是找到关江州 亲急吃不了热豆腐 现在更没有后悔要吃 冷静下来 开动脑筋想办法 大力 你对关江州这事是什么看法 张国强转过头 目不转睛地盯着侯大力 此刻他希望侯大力集中生智 说出找到关江州的锦囊妙计 立刻将逃之夭夭的关江州 捉拿归案 算是没有好办法 严密监控关家人 四处撒网 捉拿鱼 这个办法 让张国强失望 滕鹏飞用手搓了搓脸上的麻子 国强啊 不要自乱阵脚 赶紧去布置追查工作 安眠药的来源也要继续查下去 从徐静身上查出来的是进口新药 最有可能来自留学生群体 你们慢聊 我着急开会 张国强没有心思讨论其他案子 他的背影在门口消失 头智 那就到这里吧 侯大力站了起来 腾鹏飞将两人送到门口 湖州是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大力如今身份不一样 又刚破了湖州三案 湖州那边的工作 需要你去多协调 至于具体案件 支队会顶上 出了办公楼 坐上越野车 侯大力慢条丝里的戴上白手套 如果我是杨永福 把火点燃以后 是班长小板灯看戏隔山关火头 还是用吹火筒吹点气 把火搞得更大 杨永福如今躲到矿山 小小道杨州读书 摆明了暂时放手 我觉得杨永福不会再搞事 这符合他的一贯风格 一气得手便不再求缠 我认为杨永福不会轻易放手 徐静是进入关买权家里的人 不算是关家核心人员 从杨永福牙子必报的性格来看 他用尽办法诱导了关江州杀人 如果关江州没有受到惩处 好戏就只上演了半场 越野车在车流中灵活地滑动 车内吉他曲缓缓流出 车外声音被车窗锁隔 变得很遥远 成为若有若无的背景声 第462集 侯大力专心开车 侧脸线条刚硬冷峻 江克阳脑中闪现出 李永梅和侯国龙的面容 李永梅和侯国龙是典型的夫妻像 脸部线条圆润 侯大力原本长得很像母亲李永梅 但长期沉浸在案件中 其气质风格与母亲渐行渐远 五官线条又直又硬 帅气到帅气 却是有一股隐隐的杀气 不让人亲近 我不习惯现在的工作模式 以前是直接冲到一切 真刀真枪地干 历史那点已有风险 胜在干脆痛快 现在这种工作方式 总是隔了一层 看着别人去做 自己隔岸关火 有劲使不上 一生满难受的 听腾麻子的话里话外 不想我们查出新发命案 挖两面人是专项行动 腾麻子也不知道内情 现在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 显得我们无所作为 我有一种预感 找到突破口的时候 会有一场恶战 突破口在哪里 不能因为杨永福躲到矿山 就让他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 杨永福是所有案件的核心 不管遇到什么复杂情况 我们都要记得这一点 杨永福躲在矿山 我们没有办法接近 只能等到他回来以后 再想办法看住他 他只是暂时躲避 终归有回来的这一天 如果杨永福真是一系列事件的主谋 我们在几个案件中积累的线索 越来越多 应该主动出击 不能被动 主动出击 杨永福是阴出出的 在背后告示 能牵扯到他身上的证据这么多 我跟官局和工局深入讨论过这个事 大家达成共识 在下一步的工作中 江州刑警支队正面突击 装案二组是骑兵 骑兵的作用是负责 暗中锁定杨永福 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七人分成三组 轮流盯紧杨永福 从现在的安排看 官局和工局 对很多人都有怀疑 为什么不怀疑我和樊永 你是从车站派出所调过来的 樊永以前在进度支队 那就是年龄比我大一些的前辈 年龄比我大 又能惹出祸害 那肯定是有职务的 别乱猜了 我们耐心等待 两面人现身 上一次秦力为了找到毒枪 采用了狠土狠笨的办法 结果唐河还真是成功找到了毒枪 我们学秦力 用笨法子加上高科技 不去追线索 而是盯紧杨永福 让线索自动楼头 我们守株带兔 万一兔子不出现 那就惨了 在案子没有侦破之前 我们都有可能做无用功 这是没办法的事 与其满世界找线索 不如死死盯着杨永福 守株带兔 有可能是白费功夫 那是值得 我们明天就到红圆煤矿 用最多最笨的办法 来守株杨永福 回到刑警老楼 吴雪立即出归队通知 半小时后 省公安厅命案机案专二二组 除了秦东江手臂骨折 仍在医院以外 其他人全部归队 做好守株带兔的准备 带志在这一阶段负责视频 在办公室被秦之时 又将经过剪辑的 与关江州有关的视频打开 经过剪辑的视频 能够清晰地反映出 关江州与金色酒吧的关系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 关江州到金色酒吧七次 他每次都是独来独往 在酒吧里停留一两个小时 侯大力 吴雪 樊勇 江克阳 张建波 坐在投影幕前 喝茶抽烟 观看视频 希望从熟悉的画面中 抓到不一样的人和事 这是侯大力的办案绝技 反复 反复 再反复 停一下 拨到三分之一时 樊勇突然站起来 指着投影幕布 回放一下 就这儿 你们看 关江州在不停地打哈欠 还在擦鼻子 这个神情很不正常 这绝对是毒瘾犯了 绝对是 我以前干禁毒工作 见过太多这种瘾君子了 侯大力如被踩了尾巴的猫 从椅子上弹了起来 你确定他吸毒 视频往下 我再看看 看完所有视频 樊勇很肯定地开口 关江州在吸毒 我可以确定 他吸毒的时间不长 应该也就是 两三个月的事吧 侯大力拿着投影仪遥控器 在幕布前走来走去 思考了一会儿 如果关江州在近期染上毒品 那很多事情就都说得清楚了 我们要把这个信息 传给藤麻子 给藤麻子打完电话后 侯大力竖起大拇指 樊勺儿啊 樊勺儿啊 你这次立了一功啊 书页有状功 每个人的特长 都有可能成为破案的戾气 8月29日上午 在远离城区的长青县 红圆煤矿 蒋矿长接到电话后 站在窗前望着公路 等着朱祁的男人到来 在长盛矿业的下属企业中 大家都知道 吴欣生是朱祁的情人 暗中都叫他吃软饭的 暗中称呼是一回事 真实面对是另一回事 当矿长的人都是老江湖 知道得罪了这个吃软饭的 就等于得罪了老板 甚至得罪了这个吃软饭的 比得罪女老板本身还要严重 蒋矿长远远地见到小车开来 赶紧下楼 等到小车停稳 来人下车 蒋矿长快步迎了过去 哎呦 吴总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啊 我更正一下 我的真名叫杨永福 以后我都叫杨永福 蒋矿长已经知道 吴欣生就是杨国雄的儿子 杨永福 只是没有料到 其会当面坦诚 哎呦 杨总 热烈欢迎 我不是政府官员 别来热烈欢迎这一套 蒋矿长 带我去看房间 我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 呦 杨总一个人来了 没有带秘书 我到矿上来住 就用矿上的人 为什么要带秘书呀 嘿 总部有些领导下来呀 那是千呼后拥的 杨总一个人下级层 了不起啊 呃 那个杨总啊 煤矿条件很差 我只怕您住不习惯呢 别认为我细皮嫩肉 我是苦出神 什么苦我都吃过 小时候为了生火 还下过煤矿 对煤矿不陌生 尽管杨永福很客气 蒋矿长却不敢怠慢 亲自带着杨永福 进入办公楼 哎 一楼和二楼是办公室 三楼是住房 杨总 矿上条件真的不好 这洗澡只能和工人们在一起洗 大家都拖得迟迢迢的 不知道您习惯不习惯啊 如果不习惯 我让人给您加一个热水器 本来就有洗澡堂 水热 量大 洗起来过瘾 再加一个热水器 脱了裤子放屁 哦 吃饭也得和工人一起 而且我们这儿偏偏 没有办法顿顿都有好吃的 今天我先看一看矿上的资料 你们开会我也参加 我不说话 就听你们开会 明天或者后天 我和班组一起下去 哎呦 杨总 井里条件是真差啊 还有各种预想不到的危险 如果进了井里出了啥事 我长八颗脑袋也赔不起啊 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先把红圆煤矿的资料拿给我 哎呀 杨总啊 我以前啊 在国营煤矿干过 您的作风和以前的领导一样 深入基层不摆架子 和大家打争一片 有杨总在总部 我相信长盛矿业 肯定会蒸蒸日上的啊 到了三楼 杨永福费了半天口舌 才将蒋矿长打发走 耳根终于清静了 矿上家具都傻大笨粗 颜色灰暗 杨永福伸手摸了一把桌面 手掌全都沾了灰 一名矮小女工提着桶进来 也不打招呼 还是抹桌子 红圆煤矿旁边 是不是还有银沟煤矿 银沟煤矿早就被红圆买了 现在叫红圆二矿 银沟煤矿以前是哪个老板的 我不晓得 我来的时候 银沟煤矿就叫做红圆二矿 后来听大家摆龙文阵 我才知道红圆二矿以前是银沟煤矿 女工出去以后 杨永福站在桌前 通过窗户望向煤矿的井口 井口有一条从矿井延伸出来的小铁路 一辆挂有很多拖斗的矿车 正在缓缓进入 银沟煤矿曾经是杨国雄的煤矿 与秦永福的红圆煤矿 在资源上有颇多重叠之处 当年杨国雄和秦永福 为了争夺资源大打出手 双方都不服输 用了各种手段 杨永福现在仍然记得 父亲跳楼前 特意和自己讲起了 两个煤矿的争斗 那时杨永福还是少年狼 父亲的讲述 从左耳朵近右耳朵出 没有太多印象 经历了艰难的青春岁月 杨永福再次来到红圆煤矿 亲身感受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 回想起父亲跳楼的惨事 感慨万分 红圆煤矿和银沟煤矿 斗得死去活来 双方损失严重 谁也没有占到便宜 秦永福弟弟出世之后 秦永福选择退出 将煤矿卖给了 黄大磊的长盛矿业 后来杨国雄跳楼 红圆煤矿也被长盛矿业收购 两家矛盾甚深的煤矿 都归于长盛矿业 黄大磊笑到最后 成为大赢家 谁知世事难料 黄大磊被自己的 结拜兄弟炸死 朱祁成为更大的赢家 想起朱祁 杨永福面露微笑 他拨通朱祁的电话 亲爱的 我在红圆煤矿 你不用过来 我先在这边住一个星期 杨永福 你这是下煤矿 还是在见老娘 给你两天时间 你不回城 以后就别进长盛的门 既然来了 就让我在红圆矿上待两天 明天我下井 看一看实际情况 然后就回江州 红圆矿被姓黄的那家人 染指太久 我想多待两天 摸摸底细 免得两眼黑 红圆矿 本来属于长盛矿业 在杨永福和朱祁的眼中 却是黄家人 染指了红圆 你别下矿井了 挺危险的 我看过报告 红圆煤矿有冒顶情况 没有死人 有受伤的 没事 我们不敢下井 以后井下就是 黄家人的天下了 作为小琪的男人 我可不是闹肿啊 我知道你勇敢 但是也没有必要和那些人一样到井下去 臭死了 也不算臭 出来要洗澡的 好说歹说 朱祁终于同意杨永福下井一次 然后立刻回来 放下电话 杨永福拿起桌上的资料 研究矿井开拓平面图和抛面图 图纸分为两个大部分 一个是红圆煤矿的图纸 另一个是银沟煤矿的图纸 两个煤矿有交集 被向导联系起来 整个红圆大矿就如雅铃一样 两头大 中间小 第463集 在矿上 副矿长孙旺绕了一大圈 来到原银沟煤矿一处报废的工具室 老工具室有两道门 后门通向一条小道 小道能够直接到达矿井 这道后门便是黄大森的逃生门 只要有外人过来便从后门直接进入小道 躲进矿井的一条支向 支向是以前老煤矿为了抢资源所建 情况复杂 一般人不会深入 工具室的窗户很高 到了黄大森的胸口 黄大森一直不理解 为什么要把窗修这么高 个子矮小一些的人 看窗外都会困难 黄大森个子高 站在阴影处能清楚地看到来人 孙旺进门后 关锦房门 杨永福一个人来矿上 据说还要下井 我不知道他是傻大胆还是真傻 不要小瞧了杨永福 能把我逼得无路可走的人 智商绝对在线 他居然敢下井 真是厕所里打手电找死 明天下井有谁跟着 我是管生产的 肯定是由我陪着他下井啊 老蒋是软骨头 肯定要陪朱祁的野男人 这是拍马屁 还有老蒋的铁根巴哈巴狗 肯定也要下来 你想办法掉开老蒋和哈巴狗 既然敢下井 那就在井里解决杨永福 很多人都知道杨永福下井 如果在井下出事怎么办 你傻啊 我们肯定不会用其他武器 就用煤块砸 你想办法把它单独引到 银沟煤矿二号向道 我们制造冒顶事故 二号向道出过几次冒顶 就算有人怀疑 也是查无实据 煤矿冒顶 就是在煤矿地下开采中 向道上部扩岩层塌落下来的现象 煤矿冒顶事故 是较常见的煤矿事故之一 在煤矿所发生的顶板事故中 占据很大比重 大家都知道杨永福来了 第一次下井就遇到冒顶 会怀疑我们的 怀疑就怀疑 怕个屁 杨永福是朱祁最大的助力 朱祁凶大无脑 根本想不出那么多英招 弄死杨永福 就是砍了朱祁的左膀右臂 朱祁这个贱火 占了皇家家产 我们不反击 迟早会被他们玩死 富贵险中求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放手一搏 孙旺是皇家女婿 与皇家立一绑的狠情 在黄大森劝说下 终于下定了决心 三哥说得对 井下是我们的天下 我找理由支开蒋矿长和哈巴狗 单独带杨永福来银沟二号 银沟二号很不稳定 时不时有岩层自然塌落 就算出事那也是天灾 我躲在转小弯的那个凹槽 灯光射不进来 等到杨永福走过 就要没块敲他脑壳 弄出一个冒顶事故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皇大森和孙旺沿着小道下道行体 皇大森身居简出 在矿上从不露面 平时是由孙旺送饭 他穿着矿工全套衣服 跟在孙旺后面 丝毫不引人注目 从知道进入煤矿后 两人来到二号巷道 详细商议了明天敲脑壳的细节 8月30日早晨 在杨永福的要求下 蒋矿长陪着杨永福 来到职工食堂 和矿工们一起吃热气腾腾的大馒头 矿工干的是体力活 所以江州的矿工食堂都保持着做白面大馒头的习惯 杨永福和矿工们坐在一起吃大馒头和稀饭 韩孝间神情有些恍惚 想起了父亲 这里本来就是父亲拥有的煤矿 想必他也和自己一样 曾经坐在这里和矿工一起吃饭 原本就应该属于自己的这一切 被一群强盗夺走 杨永福恶狠狠地咬了一口大馒头 想起了英雄本色中的小马哥 他幻想自己成了小马哥 走进餐厅扣动扳机 向仇人倾泻子弹 吃完饭后 几人换了衣服准备下井 坐上小拖斗车沿着轨道下滑时 杨永福还是有几分紧张 矿井如野兽的大口吞没了小拖斗车 有一段巷道特别陡峭 小拖斗车发出呼呼声 索性这一段陡峭的巷道不算长 很快就平缓下来 杨总啊 红圆矿的设备严重老化了 美管局要求我们换设备 不换不行了 如今市场核心好 换了设备提高产量 很快就能转回来 蒋矿长 杨总是多实在的人啊 下了矿井 了解了实际情况 肯定会同意我们换设备 也就是一千多万嘛 对于长盛矿野来说 是小差一跌的啊 我说了不算 但是可以跟朱总说 等我回去的时候 你们给我一份报告 好好好 等准备好报告 等会就送给杨总 拖斗车停下来后 杨永福跳到地面 副矿长孙旺走了过来 江老大 怎么走啊 那就到一号区 去一号区看一看 蒋矿矿长并不希望杨永福 深入作业面 提出到建设的最好的一号区 如何将蒋矿长和哈巴狗 与杨永福分开 是一个难题 孙旺动了一番脑筋 想出了调捕离山之际 蒋矿长 哈巴狗 杨永福和孙旺四人 朝一号区走去 即将走到一号区 和银沟二号巷道的分界点时 哈巴狗的电话 想了起来 喂 你是杜主任吗 我是县安检局的 我们李局长要到矿上了 李局长检查工作 还需要提前给你们汇报 李局长就是不打招呼过来 看一看你们的实际情况 我和蒋矿长刚下井了 别废话 既然刚刚下井 那就上来 接完电话 哈巴狗有心为难地讲了 安检局李局长 即将来矿上检查的情况 哎呀 吴总啊 安检局李局到了 这人可不好打交道 又臭又硬 我们上去吧 实在抱歉 实在抱歉啊 今天下了井 明天要回城与朱祁约会 既来之则安之 蒋矿去见安检的人 我和孙矿一起继续看 如果杨永福跟着蒋矿长回地面 黄大森的计划就失败了 孙旺一颗心揪紧了 既担心杨永福回地面 又希望他能回地面 果然 杨永福如黄大森所预料 不回地面 准备继续留在井下 哈巴狗明白 县官不如县管的道理 跟着蒋矿长回到地面 一切都在黄大森的算计之中 孙旺一直在企业工作 年轻时也在街上打过架 可是这一次是杀人 他身体有些僵硬 走路时总觉得低一脚高一脚 杨永福是第一次来到红园矿井 深处矿井深处分不清东南西北 跟着孙旺就朝银沟二号巷道走去 孙旺 红园二矿以前是银沟没矿 我们现在是在红园还是在银沟啊 我们是从红园下矿的 现在 现在还在红园 银沟在哪个方向啊 那边 那边 孙旺紧张起来 以为杨永福发现了什么 便指了指银沟的反方向 杨永福发现了孙旺的异常神情 孙旺 你不舒服 昨天喝多了 现在头还痛呢 说话间 孙旺带着杨永福朝银沟方向走去 几分钟后 向导灯光暗淡 射尸破损严重 空气也相对污浊 我们这是在哪里 银沟啊 不 是红园 这边比刚才要旧一些啊 啊 去年我们对辅助运输的大象进行了量化改造 看起来就量多了 我们正准备再向总部申请 把这一段也告了 两人走进更为暗淡的区域 矿井黑漆漆的 没有矿工来往 孙旺眼见着接近黄大森藏身的凹槽 脚背绊了一下 差点摔倒 杨永福见孙旺如此紧张 警惕起来 右手垂下 碰到了腰间的跳刀 凹槽里 黄大森藏身其中 完全没有露出身形 等到杨永福从身边走过 黄大森从黑暗处冲了出来 举起一块坚硬的煤块 朝着杨永福扣刀砸去 当黄大森冲出来的时候 孙旺下意识朝旁边闪了一下 这个细微的动作 被心生介意的杨永福捕捉到 长期锻炼 让其身体反应比意识更快 跟着孙旺的动作 也朝旁边躲闪 一块硬物 擦着杨永福脑袋砸在地上 靠近耳朵的头皮 被砸了一条口子 鲜血瞬间冒了出来 顺着脖子流进衣服 如果不是孙旺躲闪 杨永福很难防备突然袭击 多半会被坚硬的煤块 砸中后脑勺 他顾不得查看伤势 拿出腰间跳刀 对准来人就捅了过去 砸煤块需要使用浑身力气 黄大森整个身体 都朝着杨永福扑了过去 他没有料到 杨永福反应如此迅速 身体保持惯性 继续前冲 只能用手臂挡对方 手臂刺痛 黄大森知道自己受了伤 错身而过后 他没有再与杨永福纠缠 借着昏暗灯光 看了一眼手臂后 取出自制火药枪 住在工具室内这一段时间 黄大森就地取材 又让孙旺带来些材料 制作了传统火药枪 闪开 孙旺拼命远离杨永福 杨永福没有追赶孙旺 转身冲向黄大森 火光闪起 随后是轰的一声响 杨永福感觉被一万只马蜂撞上 胸部和面部火辣辣的疼痛 传统火药枪的问题是打响一枪后便基本作废 黄大森此刻失去了致命武器 抽出刀准备趁着对方中枪了结其性命 到了此刻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黄大森顾不得制造冒顶事故 杨永福只觉得脸部和胸部都火辣辣的 庆幸的是眼睛没有受伤 若是眼睛受伤 那就真的变成带赛羔羊 他没有理睬自己的伤势 挥动跳刀 神情争鸣地狂喊 黄大森原来你躲在这里 今天是你死我活 干死他 来呀 有种你们过来 孙望哆哆嗦嗦摸出匕首 跟在黄大森身后 杨永福尽管受了伤 但是没有倒下来 带着冷笑一步一步紧逼 第四百六十四集 这时候 从红原巷道 传来杂踏的脚步声和说话的声音 杨永福抓到了救命稻草 挥动跳刀 我是杨永福 懒人啊 我是武器生 黄大森知道 今天已经没有成功的可能性了 自己正在被警方通缉 绝不能久留 孙望 跟我走 不 你追我 两人快速跑开 进入之道 你可以回去了 一定要说 是你来追我 杨永福知道我们联手 他听见你叫我干死他 你咬不定 是我突然冒出来袭击 根本没有看清楚我是谁 只有两个当事人 杨永福是一个说法 你是另一个说法 谁能说得清楚 这是罗生门 懂吗 如果跟我跑了 那么所有事情都要由杨永福说了算 你就得跟我亡命天涯 等会儿 我出去的时候 回到工具房放一把火 把生活痕迹烧光 你是男人 要有点血性 咬死不承认 杨永福拿你没办法 孙望稍有犹豫 黄大森推了他一把 别磨叽了 咬死是被人突然袭击 黄家人不是吃素的 杨永福不能一手遮天 黄大森曾经沦落为猪仔 被迫长期在煤矿里打工 熟悉井下生活 这一段时间又时常进入井下 熟悉银沟和红圆的复杂巷道 他如蜘蛛一般钻入密布的猪网 消失不见 孙望回到凹槽处 杨永福已经不在此处 不远处传来说话声音 几个工人跑了过来 见到孙望 大吃一惊 孙望按照与黄大森商量的说法 喘着粗气 那兔崽子跑得快 没有追到 杨总怎么样了 杨总受伤了 他说你和黄大森有伤了他 杨总应该是被吓蒙了 乱说话 我追了一阵 看到一个背影 这人有枪 不敢追太近 让他跑了 工人们遇到杨永福时 杨永福满脸鲜血 说孙望和黄大森联手要杀他 此时再遇到孙望 孙望又说他去追刑凶人 不管是杨永福还是孙望 都是领导 工人们搞不清事实真相 只能陪着孙望上井 到了地面 蒋矿长迎面而来 孙望 你活腻歪了 等人做牢房啊 蒋大炮 你把话说清楚了 有人要打杨总 关我批事啊 如果不是我在一旁帮忙 杨永福早出事了 杨永福这人恩将仇报 如果不是我冒着生命危险 去追凶手 他早就被打死了 你现在嘴硬 你等着和杨总面对面对峙吧 对峙就对峙 谁怕谁啊 这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说清楚 正说话间 银沟矿传来了浓烟 随即又传来废弃工具房起火的消息 医务室里 杨永福躺在床上 望着浓烟 来到窗前 观察现场后 拨通了刑警支队的电话 这个号码 是警方追捕黄大森所用 杨永福记得清清楚楚 我提供黄大森的下落 谁 黄大森 他在哪 你们赶紧过来 黄大森刚才在长青红圆煤矿 我在矿井遇到他 他用火药枪想要杀我 他开了一枪我受了伤 他用的是打体杀的枪 你确定是黄大森 确定 他在哪 刚逃跑 应该还没有跑远 你们赶紧派人来堵住公路 派人上山 应该还能找到 喂 你又是谁 我是杨永福 新旗公司总经理 陈阳 腾鹏飞他们都知道我 报警之后 杨永福又躺下 医务室的胖子站在一边 手足无措 杨总 还得等救护车来 你的伤在脸和胸口上 我处理 怕留下后遗症了 黄大森出现的消息 迅速传遍了江州刑警支队 工具房起火时 欧大利正在省行总办公室向老朴汇报工作 老朴听了前期案件侦办情况 不停的摇折扇 嗯 我同意你的判断 龙亚人团伙 李小峰 秋红兵 关江州 众众线索串起来 这就是江州市局要寻找的母后黑手 你以专案二组名义写一份报告 以程序上报 我们面对的都是大案要案 没有哪件案子更特殊 论紧急程度 江州这些案件也排不上号 陈老师 为了确保案件顺利侦破 我还是想避开江州的技术力量 如果有必要 能不能找分管副总队长汇报啊 嗯 暂时不必 还是以程序上报 你说的事情啊 不一定非要动用省行总的力量 我会给程总队建议 由秦阳刑警支队来提供技术力量 不要动用湖州的技术力量 阳国熊市湖州人 说不定也有牵连 此时侯大利手机响起 是江克阳打来了电话 江克阳站在山坡上 观察红源煤矿 我 山坡在去红源煤矿的必经之地 又能俯瞰整个红源煤矿 按照专案二组分工 江克阳和刚刚离开医院的 反永秦农江这一组 来到了红源煤矿 用笨办法盯进杨永族 为什么有浓烟 我们没有介入煤矿 不知道内心 暂时不要介入 你们盯紧杨永福 我守在这里也不是办法 一两天还行 久了 大家都会懈怠 大利 必须要去面上技术数段 你那边竟然如何 江克阳原本想说这种办法是剑走偏锋 想到还有两名组员在车上 便没有把此话说出来 顺利 回来说 正说话间 龚建民的电话打了过来 发现了黄纳森的中心了 在红源煤矿 杨永福报案说 黄纳森在矿井下袭击了他 侯大利心中一紧 肾上腺素狂飙 工具打电话进来的时候 江克阳正在和我通话 老哥说红源煤矿正在冒浓烟 啊 你已经派人到红源煤矿了 那太好了 所有线索的源头都指向了杨永福 但是杨永福太狡猾无法离岸 我们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能采用笨方法盯住他 查他的身边人 目前江克阳 樊永和秦东江为一组 正在红源煤矿附近 黄大森应该会朝山里面逃窜 让你们的人赶紧去堵住路口 检查过往车辆 红源煤矿上组织人员去抓黄大森 这支力量有江克阳全面智慧 长青县局的力量随后就会赶到 侯大力有些担心 省命案积案二组的人 这么快出现在红源煤矿 杨永福有可能会意识到 二组来到红源煤矿的目的 只是黄大森与爆炸案有关 更危险 要放在守卫 杨永福的事情与之比起来 没有这么急 他犹豫数秒后立刻向江克阳布置了新任务 前往红源煤矿 接过指挥权 抓住黄大森 执行任务的越野术直奔红源煤矿 蒋矿长已经接到了长青公安局的电话 当江克阳亮出证件以后 立刻交出了指挥权 三人小组来到红源煤矿已经有一天时间 秦东江画出了周边道路的详细分布图 根据道路分布情况 秦东江带领煤矿保卫科的人检查所有离开红源煤矿的车辆 防止黄大森沿着公路乘车逃跑 樊勇带着另一队工人堵住另一条之路 两路人马离开后 江克阳找到了蒋矿长 标出所有矿井出入口 每个出入口都要派人守住 放火烧工具房的人肯定是黄大森 他不会再进入矿井的 难受得很 赶紧标出所有出入口 别啰嗦 你再找一些可靠的人 跟着我进山 搜索黄大森 蒋矿长也没有料到 黄大森会藏在自己的矿上 面对咄咄逼人的警察 额头直冒冷汗 在医务室 杨永福听到了外面的嘈杂声 很是惊讶 来到窗口 正好看到在与蒋矿长说话的江克阳 他认出了说话人是省专案二组刑警 意识到不对劲 双眉紧锁 随即冷笑数声 长青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来到现场以后 分别询问了杨永福和孙望 提取了杨永福跳刀上的血迹 同时进入警下 勘查了案发现场 红圆煤矿四周 大批增援民警和武警封锁了现场 走得最远的是江克阳和保卫科科长带领的工人 一行人来到煤矿和八月山之间的山口处 准备截断黄大森逃向八月山的通道 黄大森长期在长盛矿业工作 从煤矿做起干过技术员做过矿长 今天参加搜索的工人有不少认识黄大森 搜索时并无紧张之感 懒洋洋的抽着烟说着玩笑话 保卫科科长满脸是汗 气喘吁吁 江警官 黄大森很熟悉这一带 我们慢了一步 很难找到 黄大森躲在煤矿里 时间应该不短 你们真没发现 银沟煤矿和红圆煤矿合二为一 一千多人 又分为两大部分 混个人进来实在太容易 这就是灯下黑 谁都没有想到黄大森会躲在煤矿里 说实话 我和黄大森挺熟悉 以前是他的手下 黄大森惊得像猴子 比我们熟悉这片大山 我们就算堵住了山口 他肯定也会想到办法逃出去 你比黄大森这么有信心 我说的是实话 听你的口气 对黄大森挺好感 我们出来打工 就想要多赚些钱 黄大蕾黄大森在位的时候 我们的工资比现在多一千三百多块钱 哪怕煤炭行情不行 也不会短了我们的 朱祺头发长剑矿短 对下面很刻薄 总是千方百计扣钱 制定的管理措施就是扣钱 杨永福是朱祺背后的狗头军师 专门在后面出烂主意 我们是打工的 打工是为了赚钱 不管老板打架 以前是国有企业的时候 大家还有主人翁的责任感 现在就是三个字 钱 钱 谁给的钱多 谁就是老大 大家跟着你来拦黄大森 肯定没精打采 能不能拦住都不关他们的事 你知道也没有用 你又不给大家发钱 保卫科科长是个老油条 和警察接触的多 说话也就没有遮拦 第四百六十五集 这一段时间 江克阳一直在潜心研究 杨国雄的失败时 杨国雄失败原因 有很多条 其中重要一条就是 对工人客扣的比较厉害 企业发展顺利时 很多问题还可以掩盖 当企业出现问题时 从工人技术员 到工程师和车间主任 往往都一哄而散 形成强导众人推的局面 他听到老油条 保卫科科长 说起他们的态度 心里有了想法 保卫科科长 收到了一个关键点 杨永福犯了 和他爸一样的错误 对工人压榨的过于厉害 父子两人性格都比较阴冷 为人苛刻 同样是做狂山 黄大雷是黑社会头子 做了很多坏事 但是在管理企业上 明显比杨国雄高明 舍得给大家分钱 企业越弄越大 如果不是被结拜兄弟寻仇 肯定还会壮大 等了二十来分钟 未见到动静 江克阳到车上 拿矿泉水的时候 保卫科科长 无聊的四处张望 忽然看见 在远处山坡上 有人影 坐在树丛中 时停时走 保卫科科长 身边站着保卫科干事 这名干事也看到了山坡上的人影 两人互相看了一眼 没有说话 黄家人经营矿山多年 保卫科诸人都是受益者 到了朱旗掌权的时代 他们的薪水大幅缩水 怨恨甚深 不想掺和老板打架 所以没有人向江克阳反映 对面山坡上有人 山坡上的人影 正是黄大森 黄大森一路飞奔 准备进入八月山 他不敢走公路 便一直在半山中穿行 来到要进入八月山的山口时 发现了一群人守在公路边 站在保卫科科长身边的人 不是煤矿的人 从气质来看 就像是警察 他暗叫糟糕 他在草丛中不敢动弹 看到那个不认识的人 到车上拿矿泉水时 这才大着胆子 在草丛中爬行 等到那个不认识的人 拿着矿泉水 站到保卫科科长身边时 又耐心的 在草丛中一动不动 夏日森林 蚊子密集 黄大森汗如雨下 身上被八面威风的蚊子 咬出一片红肿 他把头埋在草丛中 想起被迫逃亡以来受的苦 暗骂朱旗和杨永福 发誓 不报此仇 事不为人 在长青县民警增援到达时 黄大森费尽千辛万苦 终于爬进了八月山 上一次是仓皇逃进八月山 突发高烧 陷入昏迷 被人当成智障 捡进了煤矿 有了上次惨痛经历之后 黄大森在工具室 备好了必备药 刀具和压缩饼干等基本用品 这次进山就清车熟路 钻山沟 踩小溪 紧密林 甩掉了反应迅速的围角者 侯大力从省城扬州回来之时 唐青县刑侦大队技术中队 已经通过跳刀上的血液 锁定了黄大森 孙旺有包庇黄大森的重大嫌疑 被带进了长青县刑侦大队进行训问 杨永福在治疗结束以后 也来到了刑侦大队 在询问室里接受询问 侯大力对孙旺很有兴趣 但对询问杨永福兴趣更大 参加询问杨永福的人 有来自刑侦支队的钢嘴铁牙周向阳 和长青刑侦大队的一名预审员 在进入询问室之前 侯大力单独和周向阳交流 你的鱼竿模型很有创意 杨永福这人如果真是直干人 那就是老奸巨华之人 只怕没有这么容易招供 侯大力没有点燃香烟 吸了吸飘在空中的烟气 每个人都有弱点和逆临 杨永福也不例外 从我们得到的信息来看 杨永福人生的转折点 在与其父亲跳楼 杨国雄是1999年9月24日 跳楼自杀的 距今已经有11年了 银沟煤矿曾经属于杨国雄 杨永福是回到了 自家曾经拥有的煤矿中 我建议围绕着这个点 来刺激一下她 看她是什么反应 杨永福很狡猾 躲在幕后操纵 这是我们第一次和杨永福 面对面直接交锋 机会难得 我先看一看她的反应 这父子俩都偏职 钻牛角尽 你要有毫无收获的准备 你在监控室盯紧 有什么关键点 你赶紧跟我说 周向阳用力将香烟 暗灭在烟灰缸里 当杨永福来到询问室时 周向阳和另一名侦察员 也走了进来 周向阳满面春风 递了一支烟给杨永福 杨总 伤劳是严重吗 杨永福脸上纵横交错的包扎起来露出眼睛眉毛和嘴巴 有点像是木乃伊 他摆了摆手 没有结烟 不算严重 被铁砂打了些小洞 不深 就是数两多 恐怕得破相了 你别吃辣椒 更别吃酱油 免得留下黑色痕迹 您间说法 也得信 寒暄几句 周向阳步入正题 杨总 今天的矿井 是去做什么 下矿井是我的职责 我是朱祁董事长的助理 根据他的要求 查看生产一线情况 你是新奇公司总经理 什么时候成了朱祁的助手啊 实不相瞒 朱祁是我的女朋友 帮助女朋友管理企业 很正常嘛 我是今年五月份 成了长生矿业 董事长的助理 请杨总谈一谈 在井下预袭经过 杨永福简略地 谈了整个经过 你能确定袭击者 是黄大森 我确定袭击我的 就是黄大森 你们已经拿到了 跳刀上的血迹 查一查DNA 就知道我没有说谎 孙王就是黄大森一伙的 在矿井下 他和黄大森一起对付我 如果不是恰巧有工人经过 这两个人多半已经杀人灭口了 黄大森之所以能在红圆煤矿上隐蔽这么久 肯定是孙王在帮他 否则没有办法隐蔽 孙王是副矿长 又是黄家女婿 就是他包庇了 就是他包庇了犯罪嫌疑人黄大森 这是犯罪 第一 袭击你的人 是不是黄大森 很快就能查清楚 第二 谁包庇黄大森 也能查得清楚 你平时虽身都带着跳刀吗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这是用来防身的 如果没有跳刀 我的命就交代在这里了 你这是非法持有管制刀具 两海相权取其心 真要罚 我认 杨永福脸被包住 看不出表情 只是双眼快速眨了眨 监控势力 侯大力并没有放过这个细节 杨永福的头包得像粽了 表情被掩盖了 这是考验我们观察能力的时候 从屏幕中很难观察到 瞳孔的变化 但是可以看眉毛和嘴巴 还有身体圆 从现在来看 杨永福挺放松的 情绪平稳 这是压力不够大的表现 按照周哥喜欢 应该突然袭击 果然 周向杨华峰一转 我过来的时候 做了定功课 你预袭的地点在红元二皇 也就是银沟煤矿 银沟煤矿以前是杨国雄的企业 对不对 听到杨国雄三个字 杨永福后背一下就挺了起来 态度变得强硬 这事和我爸有关系吗 我们谈的是黄大森行击我的事情 别扯其他没用的 杨永福发火 这正是周向阳所需要的 黄大森 不会无缘无故地袭击你 总得有个原因吧 我们办案 必须要找到嫌疑人的钻动机 否则是不完整的 你不用发火 应该积极地配合我们 我不知道黄大森为什么会袭击我 找到动机 这是你们警方的事情 警方不是万能的 当事人如果不配合 让我们办案人员怎么工作呀 银沟煤矿是两千年 被长盛矿业收购的 收购前 银沟煤矿和红元煤矿 为了争夺资源 打得不可开交 是不是有这回事 两千年以前我还是个小孩 我懂个屁啊 如果你父亲杨国雄不出事 银沟煤矿 也不会被长盛收购 对不对 杨永福双手按在桌上 后背完全绷紧 以前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到底想问什么 我在寻找凶手的钻动机 黄大森是当时参加收购的人员之一 按理说他是成功者 不应该向你行凶 你和黄大森还有其他矛盾吗 刚才我就说过 我是朱祁的男朋友 黄大森是黄大磊的堂弟 在黄大森心中 大约是认为朱祁吞并了其堂兄的财产 所以才有了向朱祁行凶的爆炸案 这一次向我行凶 大约也是同样的动机 尽管我说的是实话 就算打破脑袋挖出脑汁 我也只能想到这个动机了 杨永福双手交叉放在胸前 除于善意我提醒你们 黄大森是放炮猿出身 这一次让他逃脱 或许又要出一起爆炸案 如果被我不幸言中 你们恐怕不好交差 别在我这里浪费时间了 抓住黄大森及其帮凶 对你们对我都有好处 谢谢你提醒 我们派了很多人在搜索黄大森 他是秋火的蚂蚱 放大不了多久了 你和朱董是郎才女貌 很般配啊 这是大家公认的 什么时候结婚 到时候我们也来喝一杯喜酒 周向阳又扔了一支烟给杨永福 杨永福彻底冷静下来 不再动怒 如果有这么一天 肯定要请周警官喝酒 监控室里 欧大力叹息一声 如果说了这一段 暂时会让杨永福忌讳 不敢轻易向朱祁下手 朱祁眼狼入室 根本没有意识到身边人是恶魔 等到杨永福检除了皇家势力 彻底控制长盛矿野的时候 也就是朱祁出事的时候 杨永福做了那么多的坏事 我们找不到证据 就眼睁睁看着他 做下一桩又一桩的案子 我怎么感觉这么窝囊呢 所以我们要下定决心 采用笨办法盯住杨永福 指挥备员确定侦查方向 一旦出现方向性错误 责任就在指挥员 欧大力久追杨永福 此时已经下定了决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